那么首先,我们便邀请与本计划息息相关的 经济部工业局电子资讯组林俊秀组长 为我们开场讲几句话,欢迎林组长 中华软协生理市长,还有我们治安的应用促进会郭会长 还有各位业界先进,各位治安主管,大家好 首先,代表工业局欢迎各位来参加数位转型 治安共行的这样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媒合会 我个人认为这个题目取得非常好 因为数位要转型,治安一定要同行 数位的世界其实是像我们以前实体的世界一样 有很多的小托强盗 数位的世界里面其实就是骇客 所以说,警察抓小托强盗 这样的一个剧本,其实现在在虚拟世界也在持续发生 这就让我想到说,我们以前怎么减少小托强盗 当然警察是功不可没 但是其实我们家家户户 不知道各位可能都 可能在过去媒体上也报道 就是我们其实是都住在铁笼里面 就是说家家户户其实是有铁栏杆的 那时候就是因为台湾在过去可能是一些小托 因为我们的经济没有那么发达 所以小托就比较多 所以家家户户要做一些防护 避免小托能够清门踏户来偷东西 那在虚拟世界里面 其实就是我们自然的防护 大家要做好 这样子的话,即使小托进来也进不了门 所以在尸体世界的经验 其实我们在虚拟世界也应该去效法 所以我们也请卵协来推动一个叫做 资安的一个服务能量的登录 这样子我们已经登录100多家的厂商 这个是我们请卵协邀请学者专家 来帮大家先顾虑过的 都是一时之选 那也都是国产 很重要的一个资安的一个产品 来推荐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深用 把铁栏关组好 让这个小托或者强盗 在数位里面的骇客 也就是数位里面的骇客 没有办法来取得他们不应该得的财务 所以我觉得办这样的一个研讨会 然后推广这样的一个观念 其实是我认为是对我们资安的一个发展 不搞产业资安或者资安产业 是很有帮助的 那就进驻这个交流会 顺利圆满成功 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一 谢谢 谢谢林组长的勉励 作为2021年数位转型 资安共行的执行单位 中华软鞋多年来持续深耕资安产业 在面临全球数位转型的趋势 台湾启动了数位国家创新经济发展方案 而软鞋的重点工作 就是推动资安软体系统应用 与产业数位转型的结合 让台湾资服业以及各产业 都能成为产业新群的亮点 接下来我们欢迎软鞋的大家长 中华民国资讯软体协会 沈博言理事长来为我们致辞 欢迎沈理事长 好 经济部工业局林俊秀组长 中华软鞋资安产业应用促进会 郭宪志会长 与会的各位资安主管 各位先进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好 欢迎各位参加油 经济部工业局主办 中华软鞋执行的数位转型 资安共行的交流媒合会 今天这个会议呢 我们是因应在数位转型的浪潮下 资讯科技融入了生活的各个领域 我们在享受科技的便利同时呢 我们相信无论个人 企业 政府 都面临着各项的资安的危险 所以如何去理解资安的议题 来纳入资安的风险管理 这个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 我们在疫情的期间呢 远距办公成为我们的主流 无论在远距办公的新常态的工作底下呢 大家要如何便利的一起工作 并且安全的工作变得很重要 所以资安的议题呢 随着防疫服务相关的需求增加呢 我们经过调查 有超过66%的企业更重视资安 来参与相关的行动 其实严格来讲 这个66%我觉得还是太低了 这个议题像是我们人的健康一样 资安议题就像人的健康的议题 有哪一些是威胁我们健康 每个人都要认知才行 那在防疫的远距办公的领域里头 包括什么呢 包括办公室的牵盒 包括协作 包括文档的安全 包括私讯会议 包括勒索病毒的防御 包括资料的保全 还有见识等等的这些议题呢 都使得我们在这个领域上的资讯安全 都受到广泛的重视 所以如何理解资安的议题 把资安的议题风险纳入管理 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政府为了促进数位经济的发展 推动国家数位转型 我们相信明年就即将设了数位发展部 数位发展部除了提倡数位转型的重要之外 对于资安就是国安的议题 我们建议需要提高有关的防范等级 包括资安的相关的立法 资安人才的训练 还有研发到行销如何扩大 让资安产业变得更有发展等等 中华软协长期以来呢 就积极配合政府的政策 推动数位转型 并且我们持续推广 台湾企业的资安意识 办理的各项的交流 媒合的活动 我们要链接供给端 还有需求端 促进资安产业的发展 还有企业资安的防护 目前在软协的会员里面呢 至少超过一百多家 是我们的会员有在资安能量 跟解决方案的 那除此之外呢 软协在官网呢 也推出了防疫的服务专区 对于COVID-19 这个疫情影响之下 如何让企业在协作呢 有更适用的防疫的资讯产品 从资安 远距办公 到数位平台 等等的配套方案呢 我们在防疫服务专区里面 都有很多的说明 我们欢迎大家去参考 那作为企业在兼顾营运 还有防疫上 可以来做一些更了解 使用 近期以来呢 国内的政府机关 还有许多的企业 都连续遭受的勒索病毒 还有骇客的入侵攻击 凸显了资讯安全的重要性 所以如何来防范这个相关的 勒索病毒跟骇客的入侵 不要冲击到我们尸体的经济 这个就变得更为的重要 因此在这场的交流活动里面 我们特别邀请了资安的专家 还有学者来分享 有关于勒索威胁的防御 资料安全的保护 产业资安环境的相关的议题等等的 我们希望能够唤起大家对资安的重视 真正做好资安的风险的防护 让我们一起来提升资安极战力 让政府民间企业的相关 在资安这场战争里面 保护数位经济的发展 使得台湾能够持续的成长茁壮 所以数位转型 资安同行 资安管理 大家要一起 最后再次感谢大家 各位贵宾跟专家的参与 敬祝各位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沈理事长 是的 我们这一次在2021年 数位应用周的官网中 我们其实在官网的右上角 就有个创新数位应用馆 其中在资讯安全的展场中 有非常多详细的介绍 总共有24家的厂商参展 那这些厂商一共分成五大主题 包括端点资安产品 网络资安产品 资安服务或是云端资安产品 以及远距办公的解决方案等等 欢迎大家可以上网浏览 那这波疫情影响至今 已经有超过六成的企业 非常重视这个资安的议题 中华软协除了既有组织内部门 处理各项计划 或者是会员服务之外 我们也设有资安产业应用促进会 将资安的业者通过更紧密的交流 串联在一起 现在就让我们欢迎 中华民国资讯软体协会 资安产业应用促进会 郭宪志会长来为我们讲几句话 欢迎郭会长 好 省理事长 还有经济部工业局的林俊秀组长 还有所有在线上参与我们这次 数位转型资安共情活动的 所有的好朋友大家下午好 那非常欢迎各位在今天下午呢 来参加这样的一个线上的活动 那刚刚省理事长跟大家接触了 我们资安促进会 中华软协资安促进会 在软协当中扮演的这个角色 也跟各位线上的朋友分享了 资讯安全对于我们整个国家 企业还有政府运作上面的一个重要性 那我在这边呢 有几个重要的讯息呢 也想借这个机会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中华民国资讯软体协会 资安促进会 其实成立这样一个促进会 很重要的几个目的 第一个就是 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 产业促进的一个活动 帮助我们的支付业者 跟我们所有的会员 能够加速推广 使得我们的资安 这样的一个产业呢 在国内能够持续的生根发展 第二个 我们能够希望帮助我们的支付业者 跟我们所有的可能的会员 在资讯安全上面呢 能够得到更多的保障 最后一个 我们希望能够跟政府 共同来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 协助政府在政策制定 跟未来整个资安的一个发展上面呢 能够朝向一个更正确的方向来推动 那在过去的这两年多来 我们资讯安全促进会的这样一个活动里面呢 其实我们办了非常多跟会员的一些交流 那也提出了许多对于政府的建言 我们看到了政府其实在过去这些年来 持续对于资讯安全产业的一个关注跟推动 我们非常感谢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呢 在这个数位应用周的活动里面呢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资安共行的这样一个活动 那和线上的一个媒体的一个交流 那跟我们线上的一个一对一的媒合 那今天下午的整个活动呢 非常非常的丰富 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云科大的张教授 那跟我们业界有三个主要的产业的一个业者 包括了苏联资安 中华资安跟奥义国际三家业者 来跟我们线上的所有的朋友 来分享我们在资讯安全上面的一个专业 跟我们的观察 特别是张教授的专题 我想会为今天下午参与出这个活动的所有线上朋友 带来不一样的一个感受 那我要再次感谢审理市长在这个整个软鞋的这个领导里面呢 给予我们资安促进会非常多的一个支持 那再次欢迎各位呢参与今天下午的活动 也希望今天下午活动可以带给各位一个满满的收获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郭会长 这一年来啊 全球的疫情影响 让人们的工作形态在改变 一年前work from home可能还只是某些外商或者是幸福企业的员工福利 但是一年后work from home远距上班竟然成为多数企业的工作新常态 政府企业究竟该如何面对因应而生的资安风险 又该采取哪些适当的解决方案才能够保护组织重要的营运资讯呢 今天媒合会的首场论坛邀请到的就是云林科技大学未来学院 同时也是云林科技大学智商中心执行长的张鸿昌助理教授 将为我们谈谈关于数位转型下的自安风险管理 有请张助理教授 线上的各位长官来宾大家好 我是云林科技大学的张鸿昌 现在担任云林科技大学的助理教授的部分 现在也是云安全校办企业的一个创办人 现在我的经历是曾经在中央研究院 资创中心当过专案研究员 主要还是在资讯安全方面的相关的研究的部分 顺便广告一下这个我们云安全是 现在目前是云林科技大学第一间的 新创衍生的一个校办的一个公司 我们的公司的内容主要是在做相关的治安软体 做研发的部分这样子 今天我要为各位带来的内容的部分 主要是因应这个数位转型相关的风险与挑战的部分 接下来就可能在治安风险下的一些 零信任的架构的一些实施的部分 最后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 治安风险相关的管理策略 最后要补充的是因为 因为治安风险的来临的部分 我们可能在一些已经发生的治安事件上面的 一些治安价值的一些预估的部分 评估的部分 希望给各位来做一个相关的分享的部分 首先在数位转型的机会挑战部分 因为微软的CEO曾经说过 说COVID-19让企业加速5年以上的一些数位转型的一个速度 以我这几年在因为疫情来临之后 在中南部看到的一些状况 因为各个的不管是商圈或者是一些传统产业 在加速数位转型方面已经是非常的快速 尤其像传统的商圈或者是摊贩的部分 都已经加入了像经济部提出的一些商圈计划 或者是利用线上的一些数位支付还有相关的软体 加入这些数位转型的一个战场 所以企业为了要提高生产力要降低成本 所以必须真的必须要加入这个数位转型的一个战场 才能替企业或者是他们未来的店铺带来一些竞争的优势 这些数位转型本来就是企业加强一些数位竞争力的一些关键 主要还是在一个四大策略 主要还是在吸引客户 就在耕耘客户这一块 也是用来作为激励员工 让内部的运作更加的最佳化优化的部分 接着是可能是在做产品的一个数位转型的部分 是因为本来就是大家都是利用一些ICT的技术 跟物联网技术让自己的产品相关的营运可以上网 或者是客户可以利用线上沟通的部分 来加速这个一些订单相关的部分的一些成立的部分 来创造一些新的价值主张 这个数位转型下面 相对一点要新增的就是一些资安的思维 因为新兴的技术的使用 原本我们以往没有联网的部分 可能就会遭遇到一些小偷 或者是一些闯空门的部分 变成了数位转型开始联网之后 就会变成遇到数位小偷 跟数位坏人 这数位坏人可能我们是相对是 骇客或者是一些犯罪组织 相对我们这些进行数位转型下的一些厂商 或者是企业一定会面临这些威胁 尤其第二项的进阶APT 进阶威胁攻击就是所谓的APT的部分 会持续的一直发酵 但是会有一个比较凸显出来 就是已知本来已知的 不管是资安或者是相关的安全问题 我们是企业部分 或者是未来台湾 相关的要迎接这些相关威胁的一些资安公司 是否做好准备这都是一个非常可以思考的一些议题的部分 所以面临这些资安危险 耸张其冲的大概就是一个六大产业的部分 现在六大产业是台湾的命脉 第一个是电子零组件业 像国具或者是一些生产电子零件的一些厂商的部分 不免而属的资新科技业也是会跟着一起加入到行业的冲击 半导体业因为现在是户口神山 所以一定像台积电联电或者是联发科等等 这些半导体产业的部分一定会加入战局 接下来可能是台湾传统比较有竞争优势的制造工业 接下来就是软体服务业 线上的很多不管是资安的服务厂商或者是相关的厂商 基本上都是软体服务业 跟我们新兴开发的生技业 这些产业都是未来在资安方面优先考量的一个产业的部分 接下来因应这些防疫过后的一些新资安的一些挑战 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四大指标来检视一下我们自己的 不管是产业或者是相关的风险提高的一些攻击的部分 指标一就是因为我们要落实远距办公 我们要落实远距办公或是分流办公 所以我们的相关的办公的防务机制 尤其在VPN或者是远距联网的部分 这个相关的指标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是零信任的部分 因为产业一直发生一些相关的资安事件 所以推行零信任的这个机制 这是非常紧急的 需要马上去做 由上而下的零信任是扩大资安范围 守备范围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这样是所以现在后续会有零信任的相关的资料说明这样子 指标三就是建立相关的SOC 就是监控的系统 来我们把被动转为主动这样子 来主动追踪这样子 指标四就是盛选盛选盒室 合室合宜的资安服务厂商 当然不是只有自己的内部MIS 然后相关的资讯人员来做治安 我们也是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资安厂商 来做相关的配合 或者是做指导的一个动作 让自己的公司的内部的安全度再有提升这样子 所以我们看到刚才有一些指标的部分 我们也看到现在看到一些各行各业 因为数位转型会接下来会碰到的一些机会跟挑战 在金融业的部分 我们有看到一些行动支付 理财机器人 或者是电子货币 区块链的部分渐渐提升 但是他们会遇到一些金融的威胁的部分 就像早期我们看到一银的ATM受害 国外的银客车手来台湾提领现金的部分 我们也看到一些券商受到DDoS的攻击 还有一些ATM的相关的银行 也受到一些勒索软体的感染等等 这是在金融业上面会碰到的一些威胁 在工业部分 工业部分大概因为大部分现在就是推工业4.0 一些智慧工厂的智慧生产的部分 所以相关的物联网或者是公控的相关的设备 都会受到相关的攻击跟威胁的部分 紧接着来也有大数据相关的一些 人工智慧的决策系统 也会碰到相关的问题 像美国或者是欧洲 各国也有受到相关的恶意入侵或攻击部分 接下来我们也会遇到的就是物流4.0 因为跟着工业4.0之后 会接下来遇到的就是物流4.0跟零售4.0 物流基本上现在的物流东西大部分 像PC或比较大 像某某部分他们都是用物联网的自动配货的部分 人力的部分介入就会渐渐的减少很多 这些大数据或者是一些自动判断的部分 自动决策的部分 基本上都有系统下去做这样的事情 这种基本上物联网的加入的部分 就会使得下面的一些像一些 无人机的挟持 或者是那些机器人的挟持部分的 几率会增加 或者是受到一些二一病毒的感染 这会造成工厂整个shut down这样子 在一般零售4.0的部分 就是牵扯到一般的网路商店 或者是小谈判的部分 这个基本上就会遇到 像大叔去AI的分析的一些需求 无人商店部分基本上就是物流网 或者是一些行动支付的加持的部分 这部分基本上就会牵扯到一些 骇客有没有入侵 或者是信用卡的一些 或是个人个资的部分 有没有泄漏的部分 会遇到种种的威胁这样 未来的部分 在金融4.0的部分 未来部分 我们应该要加强这样 DTOS的一些供给防范 或是APT的一些入侵的部分 在工业4.0部分 我们也需要 我们需要 可以在物流网的装置受害部分 要多加注意 或者是关键基础设施 台湾的关键基础设施的 防护的部分 也需要做一些加强的部分 尤其在勒索软体 勒索软体 现在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威胁的部分 在物流4.0部分 除了刚才提到物流网装置 一些受害部分 也是在勒索软体部分 也是蛮需要注重 蛮需要注重 在零售4.0部分 它基本上就是电商的服务 电商服务的部分 基本上都是需要在 像网站或者是那些零售服务的一些 弱点的一些防护的部分 还有相关的POS机 或是物流网装置的一些 防护受害防护的部分 这样子 刚才我们提到一些 数字转型相关的风险 相关的一些风险 当然 这些治安风险随之而来 我们要先了解一下 什么叫风险 风险基本上就是 威胁利用相对应的脆弱性 就是你已经有弱点了 有弱点遭到威胁这样子 造成组织 质运资产受到一些impact 一些冲击的可能性这样子 当然 我们风险透过这些冲击可能性 基本上就会有一定的损伤 或是一定的 一定的损失的部分 我们在这些风险管理 最后的目标 我们是希望在最低的防护成本之下 获得最优化的安全性 当然不是最贵 或者是最优化 最强固 才是最好的 基本上 我们还是希望得到 一定的成本 防护成本之下 来拉到 来得到一些 最优化的安全性的部分 这样子 所以台湾在面对 这些网路威胁 网路风险之下 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 这样子 台湾最近因为 因为跟其他国家的一些 共产国家的关系 所以台湾 其实现在目前都是一个 试验场域 我们在分析一些国际供给的 駭客供给的部分 台湾是老实讲是在亚洲地区 是供给量是蛮大的 所以台湾常常变成一个 駭客供给的一个试验场域 不管在APD供给 DDS供给 或者是 駭客透过供应链来做相关的渗透 进入的部分 漏洞供给 或者是现在 比较渐渐开始注重的OT 就是公控方面的 环境的一些 落地供给的部分 未来部分 现在物联网装置的提升 这个受害的相关的频率 也开始增加 大量的增加这样子 所以这些駭客 以往都是以个体户 来做这件事情 现在目前的部分 基本上 基本上都是以组织型的 或是企业等级的駭客 来做相关的 攻击事件这样子 以来窃取相关的机密 像画面上呈现 像司法院 或者是相关的机关 已经受到一些 事件的攻击这样子 全序部在前年也是 有受到一些 资料外泄的一些部分 攻击的部分 所以 我们看到 国内在DDS 在去年的部分 也是 受到蛮多的一些 相关的攻击 在全球部分 最大 去年的部分最大 是550G 550G的一些BPS的攻击 这个量是非常的大 基本上 基本上这个是 不是一般的 网络网通设备 可以承受的一些部分 还是需要相关的 资讯业者 来做一些资料清洗 或者资料防护的部分 才有可能低档这些攻击 在去年中华电信也有调查 去年最大的 一月最大的攻击是487G 这个也是 基本上媲美 550G的一个 一个量 一个流量的部分 主要攻击还是 台湾的部分 还是券商 或者是一些 网通业者的部分 所以这种混合式的攻击 混合式的攻击 真的是 擋不可擋 因为毕竟DDoS在 不管在我们学界 在业界 在防护上面 通常都是让人家 头痛的一个方向 非常头痛的 而且没办法做 有效解决的一个方向 所以基本上 DDoS的攻击 基本上夹着物联网的 设备的提升 DDoS的攻击 真的是 真的是需要 很注重的一个 防护的一个 一个学问 这样子 接着 这个是比较特殊的是 我们在前年的时候 华硕 他在供应链体系 他在利用 有海克利用 他的更新的机制 更新的Server 来入侵 我们的政府高层的部分 因为政府高层 原本是 坚不可挡 以为是 这个防护措施做得很好 殊不知 海克利用这些 这些更新的机制 就是 入侵到 把相关的二亿城市 更新到 它的 update的系统里面 update系统 再入侵到 政府相关的机构里面 来做相关的 后门 或者是相关的 入侵的一个动作 这样子 所以这一个 利用供应链 来做相关的 无差别感染 或是目标式的攻击 是需要国内厂商来做一个 很好的一个警惕的部分 这样子 所以 在企业的治安风险部分 虽然是自己的威胁 自己的漏洞 所以我们希望 希望各位 不管是厂商 业界 业者 或者是相关的 自己做学术上面的研究的部分 对于治安风险的了解 要 要 非常的非常的慎 慎慎跟慎重的部分 治安风险 基本上就有几个 重要因素 除了内外威胁 自身的弱点 以外 还要乘以一个 叫影响冲击 这影响冲击 会对于整个企业 带来蛮大的一个影响 假设今天这个 威胁是不可控的 企业就真的要 真的要 好好检视自己的弱点管理 来降低这个整体的风险的部分 这样子 这一个部分 我举一个很 很严重的例子 这是在台积电前几年 台积电前几年的部分 在三天内 三天内 那时候是因为种了一些病毒的部分 种了病毒的部分 让他痛失了26亿元 让他痛失了26亿元的损失 所以 怎样不重演 机台中毒的一个现象 是台积电 台积电 审视的一些结果 要来审视相关的一些 它内部安全的一个部分 针对这一个 駭客 刚才有提到一些駭客 变成组织化之后 渐渐的駭客转为企业化 这会对相关的中小企业影响急剧 因为駭客组织除了相关的从小 而变成组织企业化之后 它的分工非常的缜密 而且开发出来的相关的软体 相关软体或者是相关的攻击性的系统 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成熟 所以 只要 只要 它提出来相关的系统软体 相关的弱点出来之后 相关的资安公司 就会提出相关的解决办法 来做相关的应对的部分 所以 只要 我们 现在看到相关的弱点已经提出来了 这个资安公司就会提出相关的解决方案 来提供相关攻击的一个解决方式 这样子 那个 駭客转为企业化之后 它的攻击 主要还是希望可以有所营收 所以 不管是在勒索软体或者是攻击软体 一旦发布 一旦变成治安事件之后 基本上 这些駭客组织 都是想从中间 获得一定的赎金 或者是相关比例的 一些费用的部分 所以在那个 政府机构提出来 也不管是产官学 产官法人 或是产官法学 经济部工业局都有提供这些 针对公控相关的主题 来模拟 或者是像资车会 像学界也是TISC 他们也是结合这些资安公企情境 都有发展相关的一些 不管是模拟系统 攻击系统 或者是相关的研究的部分 来培育台湾的这些 在公共上面的一些 治安的专业人才这部分 所以透过这一个 疫情的相关的 机会跟风险 我们是希望 所有的 不管是在相 数位转型的企业 希望可以透过这一次疫情 这个机会 来做数位升级 数位转型 来提升自己组织的效率 不管是结合中下游 或者是拓展这个市场 当然假设你觉得 这个是一个风险 你不想要介入的话 你的企业部分就渐渐的 丧失这个营业的契机 一个竞争的契机 你就会 潜在成本就会拉高 会有一些风险出现这样子 所以 刚才提到 在治安风险 那么多的一个状况下 现在最重要 最重要是 在提倡一个 叫做零性认的安全架构 零性认的部分 主要是 不管你是任何的装置 或者 或者是应用程式 或者是相关的 原件组件 都会被视为是威胁 都会被视为威胁 以往是像我们 在公司里面 只要VPN连回去公司 旅员连回去公司 基本上他就信任你的 不管是你的 使用者 或者是相关的设备 他都信任了 现在 在零性认架构下 这些是完全不成立了 不管你用什么装饰 或用什么方式 连回公司之后 你要再存取任何的 相关的 不管是设备 或者是系统的时候 都需要再认证一次 都必须要再认证一次 这是零性认的安全架构的一个核心 零性认安全 它架构 它有一个成熟的模型 它会有一个基础 风险管理跟威胁动态 威胁动态管理的部分 在基础部分 就是根据你场所的IP位置 或者是应用的一些管理的部分 来分别 接下来就是风险管理的部分 是从你设计资产到资料流 或者是发现资产跟数据的部分 来做区隔 接下来是要做相关的动态管理的部分 就是持续的要做一些检测 或者持续的要做一些验证 即使授权的资料者 授权的使用者 资料使用者 他在窃取密码 或者在授权组织 或有一些漏洞漏出去的 那些骇客 或者是窃取资料的人 他也没办法利用这些相关的应用程式 来获得相关的资料 或者来入侵相关的系统 所以在零性的安全架构下面 会有一个四大的支柱 四大的支柱需要做一个核心架构 第一个就是身份认证管理 这个是非常重要 第二个是安全架构的部署管理 安全架构的部署管理 第三个是做授权权限的管理 因为在零安全 零性认安全的架构下面 这个身份认证跟授权管理 是非常重要 第四个就是一些 营运服务的管理的部分 这是平台管理的部分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 零性认安全架构的模型下 会有三个核心的一个基础概念 第一个就是不管你身在何处 所有的资源都是要用最安全的方式 存取 这个部分因为没办法 没办法就是因为 他就是零性认 零性认就是不管你身在何处 或者不管你现在是谁 他的安全方式都要受过认证 都要受过认证 所以第二个部分就是 他是采取最低权限的策略 最低权限的策略 就是你所有你得到的资源 都是以最低权限 最低限度来使用 这样子 并严格管控 管控这些存取控制 这样子 第三个就是相关的记录 或者是相关的存取 那些流量都要留存下来 都一定要留存下来 这是零性认安全架构的一个基础 以及基础概念这样子 所以我们看到零性认架构下面 就跟他核心组件 就是长着这样子 就是第一个我们要先 Define 就是要先定义我们的相关的 要保护的一个物件 一个东西 第二个就是我要把相关的流程路径 把Maping出来 第三个就是我们要把架构一个 零性认的一个网路 第四个就是这些Policy 这些相关零性认的一些政策要出来 第四个就是做一些监控管理的部分 这样子才能有效的串集 这个零性认的资料流 还有相关的一个架构的一些实现的部分 所以在工坊 以工坊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来看零性认跟网路安全这个事情 就是在这一个identify跟portrait 在一些验证跟保护当中 才是零性认的基础所在 在右手边的侦测 还有一些response跟recover的部分 ED被人回复的部分 跟零性认的部分 就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关系 所以刚才我们讲到一些零性认架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讲一讲 我们如何面对这些资安风险的一些管理策略 在面对这些资安风险的一些议题的部分 这个企业该怎么办 这是企业会碰到的一些问题 主要是因为有法规要求 还有一些威胁漏洞 还有一些新科技的一些进入发 进入进到这个公司一些引用的部分 接下来也推着时间的一些演进的部分 会有信心手法的一些进来 会不管是在公司里面负责资安 或者是资讯的相关主管 或者是人员都会遇到这些困境疑问 就是我们有合规吗 我投入这么多钱 我到底资安做得好不好 看到下面人这么认真 会不会马上一下子就出事了 谁来回报我呢 损失会有多大 谁要帮我处理 新的系统或者新的科技引进来上线 会不会带来新的问题 要不要训练一下我的同仁呢 第五个就是新的漏洞 新的威胁出来之后 我谁可以帮我 来了解这些东西 或是我可以来持续更新的部分 右手边我们看到一些可以做相关的 solution的部分 就是我们可以 当然可以做资安评估 我们可以 也可以做一些红蓝队的 来做一些工房演练 做一些实际的测试 我们当然也可以加入一些资安监控 或者是紧急应变的服务 这个可以由资安公司这边来 来办得到来索取的部分 当然也可以有一些分享交流一些 威胁情资的部分 最重要最重要后面还是要有一些专业的 资安相关的训练 来训练自己的员工或是企业 达到这样的一个 资安意识的一些成长的部分 所以 因应这些挑战 因应这些挑战 我觉得 关键资产的出入控管 复杂度 也会渐渐提升 因为关键资产是一个公司的核心 不管他是智慧财产权 像假如今天以台积电来讲 他的制程 他的制程 或者他的know how 是他的关键资产 每个要进来的厂商 像左下角这个维运作业的 一些维运商或承包商 要进来这些关键技术 关键资产的部分 他就必须要透过非常多的认证 或者是系统开发商 不管他是内部系统外部系统开发商 他进来存取你这些关键资产 资讯的时候 他也要透过非常多的认证 或是一般的 不管是使用者 或者是员工的部分 他要进到这个公司里面 借接这个网路 或者是借接这个资讯系统的时候 他要碰到的相关的验证 或认证的部分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而且这个复杂度也会跟着提升 这个不只是技术 这个不只是技术问题 也是管理问题 所以这个需要提供给各位 下去做一些相关的审视的部分 面对这些资产风险 我们的因应做法大概就是第一个 我们希望可以建立一些基准 这个基准的部分是希望透过像ISO 像NIST的一些规范 ISO的规范来建立相关的基准 我们要先了解我们需要保护什么 保护的部分就可能是 我们要先识别我们自己的关键资产是什么 不管是各自制裁 然后这些无形资产或者是相关的配方 制成的know how等等都是我们的关键资产 建立相关的资产风险评分 这是在ISO里面会碰到的问题 接下来要釐清相关的威胁跟弱点跟风险在哪里 我们应该怎么应变 接下来就是进行相关的保护措施 不然是结合相关的预防监控 还有应变工作或者是配合这些资产公司 或者是资产工作来做这样的一些防护 接下来就是引用一些食物 不管是从业界交流 或者是从资产公司这边获得一些交流的部分 或者是自己公司内经过一些PDCA的循环 找到的一些问题来做一些改善精进的部分 这都是面对治安风险的一个因应 做法里面是一个不错的部分 所以因应这些做法 我们看到可以看到在美国NIST的一个网络安全架构 IPDRR的部分 可以来应用这一个 它是不管是在全面辨识在防御在侦测在应变上面 都做了蛮大的一些相关的应对跟功夫的部分 这个可以请供各位参考的部分 所以除了在我们刚才看得到因应做法之外 我们希望可以建立持续性的一些资产防护 或是评估机制给各位参考 尤其在事前、事中跟事后的部分 事前基本上就是做防护跟检测的部分 事中就是做监控跟应变 事后就是做见识跟复原 事前在事前检测的部分 不管在身教训练或是安全开发的一些需求部分 或是一些委外案件 各自定期保护控款的部分 都是相当重要的 在事中监控的部分 监控跟应变的部分 不管是日次的一些保留监控 或是网络流量的异常分析 都是需要相关的部分 相关的认证跟应用的部分 在事后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灾害控损 还有一些评估影响评估 灾害复原跟强化重建的部分 在事前的部分 因为需要做一些开发 或者是治安检测的部分 来保证这个系统 或相关的应用的部分是安全的 所以在安全应用程式的一些撰写 或者是一些教训练的部分 都是或者是做一些圆码检测 验证的部分 或者是相关的系统的配置 不管配置的测试 应用设定的相关的检测部分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事中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用在做即时监控 或者是远端的一些调查应变的部分 这基本上都是配合现在的SOC 或是一些偵測应变的服务 来做这件事情 现在目前的SOC的部分 基本上都是可视化 网络可视化或是图形化的部分 让你可以看到一些情质 威胁情质 或者是一些威胁攻击的部分 来补足分析的缺口的部分 接下来在即时监控部分 跟远端调查部分 基本上也是需要透过人 或者是一个监控系统 来做一个分析的部分 最后分析完之后 再来做后面的事件追踪 不管是做调查或追踪的部分 这因为自动化 或者是线上化之后 所以这个通报器通报的效率 就会提高非常多 比以往人员通报部分 大概提高了大概五倍以上 五倍以上 通报时间也是缩短的 缩短的蛮多的 不会再是以前可能是七十二小时 才会通报 或者是四八小时才能通报 现在基本上当天即时快速一点 当天大概就是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里面 基本上就可以完成相关的分析 和通报的部分这样子 事后的部分 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 事后部分基本上就是要调查 事情的根本 或者是栽损 还有相关的复原 这个基本上就是会扯到一些 像数位见识 或者是事件应变的一些 相关的机制 不管是现场反弹 或者是一些栽害控损的部分 还有一些 见识彩症的部分 最后一些栽害评估的部分 后面我们会提到一些 如何在估算这些 系统的上面的一些损失 或栽害的部分 最后就是 这些损失已经造成了 系统怎么还原 或者是相关的 后续的教育训练怎么做 这个是后续的一些事后要 应变要开始做的一些事情这样子 最后我要补充一下 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在资安 尤其刚才在提到 这些灾害评估或灾害损失的时候 我们一般都会以实体的 实体还有一些资料 泄露我们知道的状况 来做评估 这边我有提出来一些 在资安方面 不管是无形资产 有形资产 一个评估的一些 外面现在学界在做一些研究 我们来 请给各位做一下参考 这样 我们看到一些像外面 业界在做的一些资安保险的部分 我们大概会看到类似保单 就像这样子 它会写 为各位量身定做 企业量身定做 它会有一些资安保险 它保险的范围大概是这样子 大概保单的范围大概会是这样子 我们常常提到 这资安的价值到底 由谁来评估 由谁来评估 这些 不管是有形资产 无形资产 谁来评估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谁来评估 也许是保险公司会派人 也许是自己公司 会有会计师或相关来评估 这边我们先定义一下 资讯价值是什么 资讯价值基本上就是 左下角 资讯价值基本上就是 资讯价值基本上就是 资讯重置或制造的一个成本 再对于右手边 X手是对于企业的一些意义而言 接下来上面歪走的部分就是时间 这一个dimension 这一个体积的部分 就是我们看得到的 资讯的价值所在这样子 当然也可以用 风险投资报酬率的部分 来看这件事情 就是一些相关的威胁 排除之后 到最后的cost总额 就是我们的一些投资 威胁投资的一些报酬率 也可以用这个来做 简易的估算的部分 这样子 当然也有学者提出来了 也有学者提出来了 它一个比较 範围比较广的一些影响数 但是真正的 无形资产评估 跟资安的相关的评估 老实讲 要以这种类似这种 它有分无形资产 跟有形资产的部分 像上面资产部分 它有分无形跟有形的 无形的大概基本上 就是一些发明 专利 还有一些名声 还有相关的 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但是它是 在企业里面是有价值的 有形资产 基本上就是一些 像相关公司的房地产 或是公司的设备等等 当然也因为这些供给 而所造成的相关的Loss 相关的一些损失 这也是非常多面向的 所以这边提出一个例子 这是在一个医疗机构 照顾团体里面 它是因为被钓鱼 被钓鱼软体被钓鱼之后 造成它的上面的金流被偷窃 它造成直接损失 当然是钱被偷了 它的金流 它的相关存款被偷了 间接损失就会影响到多 不管是它的名声 还有它的一些 相关内部的一些 无形资产的一些损失 关联的基本上就是会 损失一些像原来的员工 病人 还有相关的 不管是在做后面的灾害回复 还有相关的一些公共关系上面 都会造成它整体的 整体的损失这样子 整体的影响 所以我没有以为它只有损失钱而已 其实它相关的 损失的一些评估的部分 其实是范围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常常提到 这个在资讯威胁下面 它影响的到底影响的程度有多大 但是分不同面向来看 第一个是金融面关注的点在哪里 基本上就是钱 基本上就是钱的部分 还有相关的实体损失 在客户面看到的是什么 客户面可能看到就是你未来 我跟你的信任度 或者是你觉得你这边就是不安全 我到底要不要下单给你 这些是客户面可以看到 当然在制程面 或者是在相关的运作面看到了 当然就是内部的一些 不管是IT能量 或者是相关的制程的所需的时间 大概有一些研发面或者是重置面 大概是研发更新面 看到的面向都不一样 最后是人 我们人所有相关的员工 我们在乎的到底是什么 这个是整体企业价值 整体在不管在资安 或者是整体的企业估价的时候 我们会在注意的 非常注意的一个点 今天我大概今天的分享 希望可以给各位带来不同的想法 谢谢各位 谢谢张助理教授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 我们今天的论坛 规划了非常多精彩的议题 那也要再请大家记得 在我们的论坛结束之前 可以扫一个QR Code 来做一个问卷 我们填写前150份的有效问卷 就可以获得7-1150元 虚拟商品卡的参加礼哦 所以千万别走开 那近年来因为 不管是国内外的企业大厂 或者是政府单位 甚至是关键基础设施的 这些单位 都接连传来了受到骇客的威胁 或者是遭受勒索事件的消息 台湾已经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伙伴 过去我们传统的资安防御思维 已经无法抵挡现今集团化的骇客攻击 我们现在应该更以主动 来专业的角度 来与我们分享针对勒索威胁的防御 到底该怎么做 能做什么 让我们欢迎 树联资安郭宪志总经理 以及黄继铭副处长 好 各位参加今天活动的 线上的所有朋友大家好 那我是树联资安的郭宪志 那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借这个数位应用周的这个活动的这个线上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勒索威胁防御的这样的一个题目 那我想线上的各位专家 各位朋友大家都了解 过去资讯安全最主要的 谈到资讯安全大家都谈到是 对于病毒的防范 那所谓的病毒防范指的 其实就是一种黑名单的一个防范 那过去的资讯安全 主要来自于对于很多是 关键基础设施 或者是对于政府相关的这种攻击 那攻击的动机 不外乎是为了宣示自己的一个资讯能力 或者是骇客的能力 那或者是因为敌对的两兆 那产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资讯 官方站的一个动机 可是今天现在的资讯安全威胁 其实已经从对于政府 对于关键基础设施的威胁 扩展到对于企业的威胁 为什么 就像网络上面现在正在流传的 其实 骇客已经变成一种职业 骇客已经变成一种产业 所以勒索威胁 其实目的是为了要得到金钱的报酬 那因为有非常可观的金钱报酬 所以勒索威胁的方式 一直不断的在进阶跟进化 所以勒索威胁的防御 其实对于大多数的企业 已经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 而且不一定会中的 这样的一个可能的潜在威胁 而是一个真正真实不断 真正在发生的一个威胁 那今天我们希望 藉由这样的一个 如何防范这样的威胁 这样的一个题目呢 透过我们比较深入浅出的方式 能够带给各位线上的 参与这个活动的所有朋友呢 一些比较正确的观念 跟如何来进行防御 那我非常很慎重 也高兴说 能够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开场 介绍B公司的这个 产品管理处的黄敬明处长 那他也是我们在这方面的专家 那接下来就会由黄处长 来跟大家介绍 我们怎么样进行 所谓勒索威胁的一个防御 好 谢谢 谢谢郭总的一个引荐 那接下来由我来跟各位分享有关 在现在资安大家最关心的一个议题 就是勒索威胁的部分 那以下我们来针对勒索威胁的一个形态 来跟各位做一个分享说 它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状况 以及说我们未来在面对这样子一个 威胁情况下 该怎么进行防御的一个措施 好 那其实回到今天的主题 我们还是面对到所谓的数位转型这件事情 那不可否认的在过往几年呢 我们说数位转型是一个喊很久的口号 但以现在来讲呢 我们可以进一步去了解 我们可以进一步去了解 数位转型呢 尤其在这一次COVID-19的状况下 事实上促进了我们说数位转型的一个提升率 那我们在整体数位转型发生什么事情 很多人会误解一件事情 数位转型就是只是上云端 还是利用什么的更多的科技工具 或者有些人说它是一种企业转型的一些方法 其实对也不对 基本上是一种复合者的形态 那这个过程来讲我相信很多的企业组 或者是单位组织都在摸索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面对数位转型的部分呢 当然它是一个议题 但是我们更要去讨论的一个东西就是说 因为数位转型带给我们目前可能面对的冲击是什么 根据IDC所做的一个研究 透过数位转型呢 基本上可以带动整体的一个 我们说国家或者是整体的一个营收成长 有非常高的幅度的一个发展的空间 而且呢 他也提到一个企业或组织 没有去面对所谓的企业转型 这件事情来提升本体的竞争力来化 它在面对未来的几年的一个状况下 逐渐会被市场淘汰 可是呢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台湾呢 目前在整个亚洲的一个发展过程来讲 排名还算蛮前面的 目前排名第七 但是我们说 数位转型呢 它对我们来讲面对的一个情况呢 刚刚提到的COVID-19呢 加速了我们说整体在数位浪潮的这个推进的过程 可是这个过程来讲 我们进一步会发现它存在的一个隐忧 各位可以从数据上面可以看到 这些都不陌生 这些议题呢 基本上是我们目前经常遇到 甚至生活上 你必须要考虑到的一些新的技术方法 那包含我们目前在很多的一些 数位形态的一种服务供应 各位都会遇到这些问题 那这些问题呢 为什么会产生呢 其实不外乎 它的应用形态呢 都跟云端还有网路 是有息息相关的 那我们来说 资产又怎么潜伤进去呢 因为有了云端跟网路呢 相对来讲 它也打开了我们说 一个过往 可以去做所谓的孤岛症 这个一个封闭的一个情况 那换句话讲 因为有这个媒介的通道呢 相对来讲 让我们说有心人士 包含所谓的 我们所谓的骇客 这些人士 进一步有管道 可以侵入到 我们过往这个 封闭的孤岛环境里头去 那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呢 不管任何组织 其实都可以发现 超过六成以上的比重 大家在面对转型的过程当中 不管是新兴科技 包含上云端 或者是我们说 包含导入所谓的物联网 这种智慧型的装置的状况下呢 基本上在面对转型的另外一个隐忧 当然取足不前的状况 就是说资安这个问题 会对我们造成的影响是什么 以及我们在导入资安的过程当中 我究竟要投入的比重有多少 还有我要面对的方向是什么 它基本上对于多数来讲 是一个未知的恐惧 那我们来提到 假设以云来讲 云基本上对我们来说 范撑是一个未来 那拥抱未来的过程当中 事实上也很多人在关注这件事情 那我们事实上 云的过程当中 也是目前在数位化一个 比较代表性的议题 可是相对来讲 就像前面张教授所提到的 我们可以面对骇客 在watch这整个的一个 活动的一个范围里头 包含透过所谓的低豆子 去瘫痪我们在上云 相关的一些服务的应用 那当然我们说 资料的外泄 或者是我们说 恶意程式的一些供应的过程 基本上我们回过来讲 因为有了云的状况 它不是说完完全全 就只是把这个责任抛转到 另外一个服务的供应商 因为我们还是要面临到 一个实际的状况 我们的企业 我们的使用者 还是必须要跟云之间 必须要有相互的关联 这中间的关联 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就我们目前所面对 资安威胁的主要的一个区块 那我们来讲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数位转型 透过云端的这种不同形态的 这种供应状况下 逐渐的把我们过往可以去明确定义的 一个资安边界 慢慢的去除掉了 那这个去除掉的状况下 相对来讲我们刚刚提到的 也让其他有心人士 是有机会可以透过 直接面对这个企业本体 做侵入的动作 或者是说透过它的外围 卫星工厂 分点公司 或者是它供应链的下游厂商 任何的媒介管道 都有可能成为它跳板 进入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我们说在面对整体的一个资安威胁 最大问题是过往我们可以明确定义的安全边界 它不见了 好 那我们从几个近期的事件来看 这是大概前一阵子所发生的事情 对于骇客来讲 我们来说勒索这件事情 老实讲无所不在 而且它就跟COVID-19一样 它不管它目前要感染的对象 是中年老年青年 是有钱人还是穷人都一样 它很公平一视同仁 但是我们发现说 就资安的角度来讲 各位可以从这几个资安事件可以看到 以最近来说 我们说相关的这些爱心组织 往往都有所谓的捐款的这样的机制 但是在前一阵子 因为这样的捐款系统 它因为这个系统本身有存在 被发现的一个后门漏洞 造成相关使用这样的服务系统的一个机构 将近200多间都被白癌做利用 利用做什么事情 这些骇客利用这样的漏洞去窃取 我们说三星人士的一些个资 并且进行诈气的一个行为 去骗取的费用相对来讲 它骗取的已经不是金额 它进一步透过这些个资的部分 进一步去做更多事情的利用 包含勒索 包含发布所谓的社交工程这些情况 另外我们说以政府机关来讲 政府往往在台湾来说 应该说有两大产业是在资安的部分 被要求的等级是最高的 一个就是我们说政府机关 第二个就是金融单位 那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 包含最近的一个新闻公布 有五个A级机关 以资安法来讲定义五个机关 五种等级的机关 A级机关算是最高等级的 这最高等级的状况下 该有的防务措施还是不免 会有可能被植入后门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来说像刚刚张老师所提到的 包含之前也有提到的 透过这种云端的服务 进一步把这种二宜程式 透过这种我们说共享的一个概念下 把二宜程式传递到我们说 我们买本信任的这种 这种客户的一个情境的结构里头去 那同样的我们说不管在电商 或者是我们说在物联网的状况 这些呢各位都可以再来发现一件事情 只要接了云端接了网路 接了所谓的数位磁带的状况下 资安这件事情呢 就必须得要被考量进去的 好 那进一步我们回来讲 那刚刚讲这么多资安的部分 不然我们进一步讲更detail 就是说那有关勒索这件事情 勒索这件事情呢过往它单纯只是一个 骇客团体来进行要钱这个动作 我们有时候开玩笑就是说 实体上我们说遇到的小偷强盗骗匪 那他从线下转了线上 所以说犯罪行为也不断的在做一个数位更新 那同样在数位更新的状况下呢 我们说这些勒索的行为呢 他不仅只是单纯去想要要钱这个动作而已 他甚至于更有所谓的计划性跟目标性 我们就产生一个新的面对的一个新形态的威胁 叫做目标式的一个攻击威胁 他所做的事情呢不外乎针对所谓的勒索 跟资料安全的一个窃取 来达到他所需要所做的一个犯罪的一个目的 那我们从微软在今年所做的一个研究报告 亚太地区呢基本上台湾在面对勒索攻击的部分呢 是前五大的一个乐趣之一 那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基本上我们刚刚提到的 不管在一些国际的贸易战争里头 或者是一些政治局势里头 台湾扮演一个非常重要角色 并且呢我们再说因为COVID-19的状况下 其实各位发现一件事情 台湾的IT以及3C的供应的部分呢 基本上我们说户口神山在台湾 那台湾呢晶圆供应的部分呢 假设出现问题当然就是说影响全世界的这个状况 所以同样的呢我们说 这些高科技及制造业很大的比重 放置在台湾 那台湾相对来讲就变成是这些駭客 不管是我们说对岸 或者是我们说国际上其他的单位来讲都一样 那因为我们的目标变得相对显著 所以台湾面对所谓的目标 勒索的这种供给的状况下相对几率的就提升 那从整体来讲呢 我们看到说因为资料外泄或是被勒索的状况呢 这样子的一个平均灾损的成本呢不断的提升 甚至于说提升的程度呢已经达到近几年来最高的一个 一个我们说灾损的一个程度 好那同样我们在引用随着KPMG在今年4月的一个报告 他针对国内的几个主要产业来做一个风险暴露的一个危机调查 那其中我们可以发现 金融业我们说一般来讲就是说资安房屋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模范生 但相对来讲我们说科技或制造业的部分呢 过往来讲这些对台湾来讲是 是产生最大营收的主要的产业族群 可是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从KPMG在做这一件事情的调查里头 会发现说多数的制造或高科技业呢 他们在资安的防御里面 平均的分数安全的分数 顶多只是到六十几分及格的一个状况 那整体来讲这不是一个非常安全的数字 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数字 换句来讲从结论来说呢 具备有一般程度的一种我们说骇客 或者是他可以在黑市区域 买到相关的这些骇客工具的状况下呢 他就可以去达到安全入侵的一个 达成的一个可能性 那平均呢 假设一个科技业 假设发生事件的状况呢 他会发生灾损 大致上一个事件在三千多万这样的一个 一个风险的冲击 那以全球来讲呢 我们可以分析到 从2015年到2021年这五年的期间呢 可以从图上可以看到 2015年呢整体在全球 因为骇客勒索的损失金额 大概在3.25亿美金 全球性的部分 但是呢 预估到2021年即将突破200亿美金 那这样子整个成长幅度呢 在五年的期间 成长将近60倍 所以基本上我们在说 黑金产业的部分 它变得是已经被 呃 很多有心人士 我们说所谓的犯罪人士的 拿来当做主要发展的一个 一个攻击手法 跟投入的一个产业目标 那这产业目标 我们在说黑色状况下呢 包含我们说最近的一个新闻 呃 黑手党都已经有 对这门生意非常感兴趣 那整体来讲就是说 它会造成全球性的一个经济损失呢 不只是单纯在过往 只是单纯一个资安事件 我们现在讲说所谓的 资安及国安的部分呢 它最衍生的一个效应 会越来越高 好 那我们进一步来讲 目标是个攻击呢 它接下来 朝鑫到什么目标 过往的目标 我们可以发现 从去年到今年为止呢 很多是focus在 不是关键基础 而是针对我们说科技或制造业 但是呢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近年来 它所针对的更管方性 放到所谓的供应链安全的部分 供应链的安全呢 我们可以提到顾名思义 供应链它是一个链状的结构 包括我们说 卫星工厂 或是整个生产链的部分呢 它都是达到所谓的供应链的一个形态 所以从供应链的安全切入的部分呢 基本上是目前所有的駭客 所面对最主要的一个 最高获益下值的一个 一个攻击目标 那我们面对这些所谓的网络安全的一个攻击的状况下 不外乎 第一个 我们说到勒索金钱 这是一个我们说标准的动作 但是勒索金钱呢 已经没有办法去满足这件事情 因为链客最近也发现一件事情 我去要钱 但是呢 我去勒索赎金的这个对象 不一定 要付钱给我 它可能不甩我 因为他可能觉得说这些资料对我来讲不重要 但回过来讲呢 他做到另外一个事情 二次勒索 二次勒索 勒索什么东西呢 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当我可以把勒索软体 放置到我们这些被勒索的目标 个体里面去的时候 代表说他已经达成一个目的 他已经达到所谓的侵入占领的一个工作 所以相对来讲 我就会达到所谓的资料窃取 那资料窃取 包含所谓的资料外泄这些行为 我可以把这些资料的部分呢 进一步去勒索下一个对象 举例来讲 前阵子 柏内某个 对于水果 水果的一个代理商 供应商的部分呢 他因为资料被窃取 所以呢 这个主要贝勒索的对象呢 他说 Fine 我不去回应这件事情 可是 嗨客呢 基本上就把窃取到这个 水果的一个 研发的内容呢 发展内容呢 就反过来去要 去要挟 解这个我们说主要的目的对象 那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 总是有人去回应这件事情 不然 这我们说整体的一个灾损的损失 就会从A转 以转嫁到B的身上 所以我们说 这里面所发生的事情 包含资料外泄 并且造成随着商业机密损失的部分 甚至严重影响到 我们说整体在商与的一个损害的部分 它的一个关联性的效应来讲 它会达成一个供应链的一个 我们说灾损的这种冲击的结果 所以过往我们来说 面对勒索攻击 可能只有面对谁的勒索赎金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 在我们面对谁的资安威胁这个过程当中 必须把供应链的一个存在结构 给考虑进去 好 那会发现这个事情呢 基本上我们再拉回来 在面对这个供应链的状况下 很多人为什么不去投入到 所谓的相对应的安全防务的措施 最主要的问题 并不是在于说 投资钱的问题 而是在于说 我即使有预算 我面对到 所谓的数位转型 或者是整个的一个系统 维运的过程当中 所要考虑到挑战的过程太多了 我们要面对的部分是 目前来讲 所有的专业的能力 包含资安的能力 其实基本上是很匮乏的 这是目前发生在全球性 资安能力匮乏最主要的一个 面对的一个主要现象 第二个呢 因为面对所谓的新形态 系统供应的状况 所以我们不只要去面对 所谓的传统地端这些系统 甚至所谓的云端 新兴科技的部分 我们要去管理 维运的东西真的太多 多到可能不是一两个 管理人员可以做好事情 那面对这些新兴的东西 老实讲 我们要去学习的速度 还有要去面对挑战的整个过程来讲 以及产生出来这些警讯 已经大到 我们说所有的IT人员 甚至于说 资安的管理人员 都没有办法去因应负荷 所以也因为这个状况下 很多人开始投入大量的防御系统 但是这些防御系统 说实在的不见得 会对我们造成更好的一个防护的结果 为什么这么说 大量的冒然的去做投入的状况下 基本上只会产生更大量的事件告警 那事件告警的状况下 大量产生的结果 就会发生 狼来的这种 这种我们说的一种窘境 那这窘境的衍生 就造成很大的挑战 就一个构面来讲 我们可以从一个 资安防御链的一个铁三角进行思考 第一个呢 我们针对对外南北下的部分 可以透过所谓的进出口 闸道的部分 就网路安全的防御部分 第二个呢 我们拉回来最端的部分 就从最M端 最中端的部分 帮我们个人电脑 行动装置 或者是我们相关的一些应用系统 这是所谓的中端的一个 防护主要的一个目标 第三个呢 我们可以做持续性的一个风险探查 知道说我们存在的资产 存在的资产风险 知道存在这些风险 它近期的影响性会有多少 透过这三个资讯的构面呢 我们进一步呢 去把相关的资讯做 所谓的串联的一个工作 这个串联呢 基本上可以达到相互 最基础的一个联防措施 这些联防措施呢 包含 我们针对网跟端及 风险探查的结果 可以持续性去应允 让我们更进一步去了解 在整个资安供给列的过程当中 我必须要针对哪个环节 做加强性的防御 或者是提醒的动作 那一旦发生异常的状况下 我如何去做快速的应充措施 达到预防性的一个措施范围 第二个呢 一旦发现真的有发生 跟资安事件的结果 我们进一步还是可以透过 资讯的一个调查 再去反馈到我们整体的一个环境 所以呢 我要去把这些资料的 做一个整体性的一个回反动作呢 我们就必须要针对这些不同的面向 去导入相关必要的这种防御的 我们说解决方案的措施 当然 因应产品的部分 也可以做适当性的一些填充的一个过程 那最重要的是呢 我们可以把这些的资讯 透过一个所谓的指挥中心的角度 做资讯的一个串联 进行持续性的分析 那我们过往来讲 这样子一个资安中心呢 叫做一个SOC 资安维运中心的一个概念 那把资讯呢 不只是只是流存所谓的轨迹资料 我们必须善加把这些轨迹资料呢 转换成有效的资安情报 进行快速的解析 并且达到所谓的计划性 跟提前执行动作的这种预防性措施 那我们在面对整个的一个 资安防御架构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必须要再了解 企业本体 我们所存在的资安成熟度有多少 以及我们在做所谓的 资安的一个企业整体健康的循环 是不是够存在一个健康的状况 那我们在业界常常讲就是说 资安的一个管理过程 不外乎就是所谓的前中后 那这个前中后的过程呢 这是一个持续营运的过程 那从不管是前期做主动性的探查 知道我们整体的环境存在的风险 跟相关的一些预警措施 当然我们过往比较多 着重在中间的一些防御措施 那后期来讲 就是说针对这些资安的事件 可以做一个快速回应 那我们说在整个的一个过程来讲 这样子的过程是持续在做循环的 持续在做循环的 并且在所谓的提升 企业整体的一个资安成熟度呢 我们可以依据上面所提到的 不同阶段的部分去导入必要的 我们说解决方法 或者是解决的一些资安的工具 来达成这个目标 那过往有很多的一个迷思 就是说资安好像一年做一次 其实不然 很多人把就像健康检查一样 如果我们今天只是每一年做一次的状况下 那大概只是了解目前这一年的一个状况 问题是现在的资安事件 严格来讲几乎每天都会发生 那我们一般建议就是说 在这个循环的一个频率来讲 最少至少一个月呢 可以达到所谓的自我检查 去了解整体的一个资安的一个环境状况 并且把这个资安环境的状况 跟所谓的已经知道的一些事件的威胁的部分 我们做相关的情资呢 导入到前中后必要的这些防御措施 或者是侦测措施的一些系统里面去 这样子对我们来说提前去发现跟预防 可以达到最好的一个效果 好 那最后呢我们大概就是说 针对这种的一个环境来讲 我们可以依据Cyber Defense Matrix 这个矩阵架构呢 来提供给各位做一个防御性的一个参考 我们可以透过横向的部分 包含所谓的去做资安风险的一个识别 防护、侦测、应对跟复原的部分呢 这五大重向的部分来做一个盘查 知道说我们目前在一个资安成熟的一个挑战来讲 我们目前已经做好这五个区块 哪些部分的系统或是工作方法的导入 第二个呢我们特意透过所谓的重向的部分 针对我们环境里头存在的装置、应用系统 以及我们所使用的这种网路的环境 不管是内部网路或是上云端的网路 这就是犯称网路的一个形态 以及我们所要面对存在的一些资料 还有我们会去使用的、接触的这些使用者 那我们依据这样子的一个矩阵图形呢 去面对我们在导入的一些解决方案来讲 怎么样做适当性的一个投入的动作 那以这种环境来讲呢 假设我们在面对所谓的新形态的部分 比方说上云的部分 针对零性认、针对CSE 针对所谓的CASP这些新的一些技术应用呢 这是套用在云或是远距办公的环境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解决方式 第二个呢 我们常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是 我导入这么多工具 可是我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透过所谓的第三方 专业的资安服务商来提供所谓的 资安加值的一个工作 包含呢 透过所谓的NGSOC 就是次世代的一个资安围云中心 或者是MDR 这种所谓的托管式 侦测回应的这种机制 甚至于达到所谓的 混合式资安的一个结构 来达到补强我们目前在资安工具 导入但是人员不足的这种状况 那但最后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方法 就是说 我初期不知道 我到底要做到哪些程度 这个时候呢 可以透过所谓的资安托管的概念 选择适当性的区块 或者是做一个权委外的概念 寻求专业厂商来提供相关的解决方案 包含人力的维运 包含监控的这些项目的部分呢 透过这种所谓的托管的概念 把资安导入到我们的环境里头 那这样子 一方面可以解决掉 我们在所谓的资安 即时性 即散线的一种 这种需求的挑战 需求之外呢 第二个 我们在这整个的一个 支付的效果来讲呢 也可以大幅减轻 我们目前在一次性投入这种 资安成本的问题 我们可以透过所谓的月赋 或者是订阅的概念呢 来达成我们很快速导入资安 这个效果 主要的一个解决 不管是金钱或是人力 或是选择工具的这个 刚刚所提到这些面对的挑战 好 那以上是我这边的一个分享结果 谢谢 好 谢谢郭总经理 还有黄副处长精彩的分享 好 参加我们数位应用周的活动呢 在官网的右下角有个礼物的图形 那提供了非常多好礼大方送 不仅有每日问答的送好礼 还有产品赞出来抽奖的活动 可以拿iPhone12或是清净除湿机 还有蓝牙体重体组成绩 或者是智慧手表 非常多的好礼 欢迎大家上官网来抽奖哦 那今年来不管国内外企业大厂 或者是政府单位这部分 其实都非常重视的产业资安 我们接下来的第二个子题 接着就是要探讨资料安全保护 那随着网络的发展 相关的应用 以及影响我们的生活 还有工作模式 3C应用的高频率广泛度 让我们随时随地随处都能办公 并且上传下载资料 这就像一刀两刃 存取资料的方便性 相对也暴露出资料保存的安全性问题 资料安全保护这个议题 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华资安国际 陈一如协理 还有国际研发邱品仁副理 为我们针对这个议题来做更深入 而且全面的解析 欢迎陈一如协理 及邱品仁副理 各位长官 各位先进 大家午安 那今天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 感谢软协的邀请 能够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资料安全保护的一些相关的议题 那首先呢 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中华资安国际 中华资安国际是中华电信集团的 资安专业服务公司 公司成立于2017年的12月 目前公司已经有200多位的专家 并且在台北、台中、高雄、三地 都有服务的据点 那我们公司 拥有ISO27001 ISO2万 以及ISO17025的认证 其中的红队演练服务 更是全国唯一一个通过ISO2万认证的 自然检测团队 那并且就是陆续的已经发 从成立至今陆续已经发掘了 48个以上的CVE 我们公司的话就是 也获得了非常多的奖项 那像是工研院的Bug Bounty竞赛的冠军 HECON Defense的冠军 那并且非常荣幸的中华资安国际 在近日获得了一些国际的认证 那荣获Frost & Sullivan 台湾年度最佳MSSP的这样一个奖项 那我们公司的话提供六大产品线 首先是从机房端协助企业进行网路防御的 即时防御的一个上网资安服务 提供包括像是DDOS防御 那新世代防火墙 IPS防护 还有云端WAF等服务 再来就是事前检测 事中监控应变 以及事后事件调查的这样的一个 资安专业的服务 进来并且积极的投入就是在OT 资安 IOT资安 还有5G资安等等的新领域 我们公司也有一个非常坚强的R&D 研发团队 那研发像是资安管理平台 CQTEX等 还有一些身份识别的一些相关的资安产品 那当然我们公司也提供客户 相关的整体的顾问 还有建置的服务 中华资安国际在安全评估 资安检测 SOC监控 还有事件调查等等方面 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目前已经协助了就是超过200多家的大型企业 还有政府机关 超过2万多家的中小企业 还有35万多家的家用户 相关的资安服务 我们中华资安国际在每年的行政院资安评件中 在最新的一个资安评件中 也是五项服务全数A级的一个厂商 包括SOC监控 资安检诊 弱点扫描 渗透测试 还有社交工程演练等 那当然中华资安国际更是全国唯一一家 连续三年都是五项A级的这样一个特优的资安厂商 那以上是一个简单的中华资安国际的一个介绍 好 接下来我想把时间交给品人 那他会跟我们说明一下一些资料安全保护的一些议题 好 大家好 我是中华资安的品人 那谢谢一如替我们带来公司的介绍 也让就是今天在线上参加这个软协的活动的 大家可以更更了解我们公司 那接下来就由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几年我们在从事一些资安相关的实物经验里面 我们的针对资料安全这块议题的一些心得 那首先呢还是要不免俗的跟大家稍微介绍 快速的介绍一下说这几年来 我们大家大概都面对了哪些跟资料安全有关的议题 那大家可以看到如画面上 其实资料外泄或是针对资料相关的这种异常非法的存取的攻击 其实在这几年是层出不穷 那不管在世界各个各大服务商 其实都有这样大规模的资料外泄 包含前阵子甚至在美国电信公司T-Mobile 他也有一个非常大规模用户资料外泄的事件传出来 然后正在进行调查 那当然还有在更早以前 还有像是富士通的那个在工业院这块的厂商 他们的资料外泄的等等议题在网路上传开来 然后也一直持续在调查 那这些事件呢其实除了駭客的攻击以外呢 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是在 企业可能是在上云啊 或是在导入一些新技术 比如说我们在过去看到了 曝光在网路上的Redis的Catch Server 或者是Elasticsearch的这样子搜寻的引擎服务 就是把自家的资料放在自己的这些服务上面 但是它可能没有设定好 所以在网路上就曝光了 造成骇客可以直接的存取 那这样的异常的存取行为呢 其实第一个最直接就造成这些企业单位 它的资料可能就敏感在这外泄了 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甚至有看到 像是有透过像Redis在 它的一些协定上的缺陷 那来进行一个低Loss的攻击 那除了企业的资料外泄以外呢 可能企业的伺服器 那也被利用来作为hacker的跳板 来攻击其他的受害单位 那其实这也引起了一点串的自然事件 那除了这个以外 其实我们刚刚在稍早一层 其实其他的企业先进也都有介绍到 勒索软体的议题 在这几年来 我们没有见到它消退 反而其实是一直持续的 看到事件的成长 那尤其在这几年后 在国内也陆续的传出 有遭到勒索软体攻击的事件 那勒索软体的攻击呢 从过去我们看到是 有一些企业内部的员工 他透过了可能 在email里面的附件点击了 或者是在网路上下载 在不明来源的应用程式 造成了勒索软体的感染以外呢 其实在最近的一年期间 我们看到了很多是 骇客透过企业 曝露在internet上面的服务 那进行一个入侵 或者是所谓的 进阶式持续性威胁 apt 的攻击 那透过其他种管道 入侵到企业以后 然后进一步的针对企业 有储存到敏感关键资料的地方 或者是重要的服务 发起了破坏性的攻击 那藉此呢跟企业要求赎金 那这样的事件 其实一旦遇上 就是让企业非常困扰 而且非常头疼的 那为什么呢 一来是因为 一旦勒索的这种情形发生 不管是勒索软体 或者是骇客进入以后 直入勒索软体 企业最直接面对的 就是赎金的支付的要求 那这赎金可能 动辄都是几万块到几十万的美金 那甚至可能会更多的金额 那这当然是有取决于说 这个骇客 他加密 然后他掌握了多少 有价的资产在他手上 他可以提出赎金的要求 那对企业来讲 在处理这样子的勒索的请求的时候 其实是很困扰的 因为一来不知道说 我付了赎金 那是否他就会帮我解密呢 如果我付了赎金 他就没有解密 那不就是人才两师吗 那再来是说 付了赎金以后 这些资料真的解得开吗 根据我们过去的实物经验可以发现说 其实有少部分可能是因为勒索软体的实作缺陷 那骇客 他的确就是有履约 他在收到赎金以后 他就把这个解密的key 交给了这个受害者 可是受害者还原的时候就发现说 每次都还原到九十几percent的时候 他就会失败 那造成说可以复原的资料可能是有限 甚至其实最后就是一场空 就是资料是没有办法复原的 那这在企业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在今天的议题里面 我们想要特别的跟大家分享说 我们在实物经验里面 发现说可能这些企业或公家单位 或是金融单位 我们发现说有一些地方 我们可以再更加强更注意 然后来强化这些资料安全 那可以避免说这些不好的事情 发生在我们的网络场域里面 那也可以让这些IT或资料人员晚上睡得着 老板也睡得着 那我们快速的recap一下说 在资料安全议题我们面临哪些挑战 那第一个我想是这一年来 大家都非常有感就是疫情的关系 很多企业可能开始在家上班 那在今年五月中旬中下旬的时候 因为疫情的爆发 可能很多企业都开始急着在导入 一些数位化远端上班的解决方案 那也因此可能有一些系统 也跟着加速了它资讯化程度 但是在这些疫情的推动之下的数位化呢 可能因为大家急着想要恢复 企业一定的营运模式 但是可能资安防护能量是没有跟上的 那就对企业造来了一些资安的隐患 那第二个是说为了资源的有效运用 以及架构部署的弹性 其实很多企业开始拥抱云端 包含在这一两年我们有看到 金管会也开始有条件式的 可以允许金融单位 再达成一定条件就可以上到 所谓的公有云 那在企业拥抱云端的时候 可能也会因为不按 一些云端的设定 或是安全的架构规划 而因此造成有一些服务 从守得很好的地端 搬到云端以后 反而变成是破绽百出 那给了骇客更多供给的机会 那第三个就是刚刚其实其他先生有提到 就是整个万物联网的情况下 其实对企业来讲 这个整个数位边界已经 已经是非常的大的状况下 很多边界慢慢的 它好像在我们视野里面消失了 所谓的visibility 企业对于这些资产跟边界visibility 可能会随着越来越多的装置联网 它的管理不易 系统没有跟上 资产服务没有跟上 那这些边界 慢慢的就好像看不到一样 那非常难管理 那自然而然 它可能就变成是一个破口 那最后还有一个就是 跟法规有关的要求 那尤其是这一两年 如果我们是做到一些 有处理到欧洲的一些客户 或者是我们在国外 有一些跨国的营业据点的时候 肯定这些企业都在面临 像是GDPR的 这个新的法规带来的挑战 那大家开始很召集的在评估说 我们要怎么去因应 GDPR的法规 对我们一些资料保护政策的落实 跟流程所带来的 不管是人力 资源投入上面的挑战 那这对企业来讲 这是一个很新的挑战 而且它还持续在发生 那当然我们也看到这最近的一年 其实已经有看到一些企业 因为国外的企业 因为GDPR可能已经有 即将面临罚款的议题 对那在这里呢 我想透过今天的session 让大家可以试着 好好的停下来看一下 我们当前的 针对企业 或者是金融单位 或者公家单位 我们自己在资讯部门 或资安部门 我们下面这些问题呢 是不是很有信心 而且有一定的掌握度 那第一个呢 就是在我们的企业环境里面 我们是否都知道 我们的资料出现在哪里呢 那资料出现在哪里意味着是 我们企业对于资产的盘点 做了够不够弱实 那资产的盘点弱实以后呢 我们还好能够找出 我们企业关键的资料的所在地 那再来是 我们都怎么去保护 我们这些资料跟关键业务呢 我是否有对应的流程 对应的防护机制是导入 是为了资料安全而设计的呢 还是过去我们只是为了IT 或者是IT资产上面的防御所建制 但是其实对于资料这块 没有一些特别的应用 或者是去针对资料的处理 做一些流程上的调整 那第三个是 如何做异常的侦测 那这里的异常侦测呢 其实我们更想要强调是 所谓的有效性的量测 因为过去我们发现 大家也可以在待会儿的影片看到 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 我们发现说 很多企业其实已经花了很多的 资产运算在建制这些防护 不管从网路啊 email啊 端点啊等等的防护机制 还有每年的training 都花了不少的钱 跟人力在上面 可是我们有没有去做 有效性的量测 那待会儿跟大家分享到 像是WAF这样子的 防护机制的有效性量测 就在这几年来 我们看到是非常的重要 那再来是说 我们针对资料安全的事件 发生的时候 不管是一个已知 或者是刚收到通报 我们的企业内部是否有定义一个良好的处理程序 应变程序呢 如果今天有一个外部人士发现说 跟企业有关的资料在暗网 或是在一个论坛上面发现的时候 企业有没有提供像是回报呢 或者是回报以后是否有一定的 比如说风险的 风险的评估小组 然后对企业的营运的冲击评估小组 甚至到资安的这些评估小组 是否有常态的设立 然后可以来协助处理这些事件呢 那最后就是说 在处理这些事件过程中 其实对企业来讲最重要的是 如何在事件中复原回来 或者是能够挺过这个事件 那过去我们看到很多的资料外泄事件 随之带来就是对于企业的质疑 比如说它的服务 竟然发生大规模资料外泄 那第一页直接影响到就是对于企业的reputation 对于它的信誉或是对于它的信赖指数呢 其实可能是会间接受到影响的 那甚至是如果是跟电商 或是跟一些电子商务有关呢 甚至可能会影响到客户 他就想要换到我们的敬业去了 那这对企业的营运跟营收来讲 其实是会造成冲击的 那这也是挑战企业说 我们在处理这些事件的时候 不管是可疑或者已知的治安事件 我们要怎么去维系跟客户之间的关系 要怎么去重新获得它的信任 这都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好 那我们刚刚讲了很多的议题 其实还要特别再强调一下 企业营运上的损失 因为我们刚刚 我们这几年其实国内也开始在讨论 所以个资法 个资法其中我相信大家 如果有去上过相关的课程 或听过相关的演讲 可能记忆最深刻就是 关于赔偿这件事情 如果今天我发生个资外泄的时候 我要赔多少钱 我要怎么 确认我的资料外泄比数是多少 那它对营运上会造成的直接损失 那还有刚刚讲到客户现在度的下降 然后合作关系的毁损这件事情 其实也是我们在最近一年 看到一个蛮严重的挑战 因为我相信大家都耳闻 包含国内的厂商有遭受到 就是骇客的攻击 然后导致一些资料外泄在暗网上面 那骇客开始就威胁说 如果你在几天之内不付赎金 我就释出30%的企业的 我窃取的企业精明资料 那当然可能甚至还会有 所谓的跟合作伙伴的设计图 那或者是一些可能即将要释出的 新产品资讯 那这个都冲击了这个受害的企业 它本身它除了要对于自己商与 跟产品布局的维系上面以外 它跟供应商之间的关系 对供应商的资安责任的旅行 甚至还要面临赔偿的议题 这都是一个连带上的损失跟风险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想要在今天的议程里面 特别跟大家点出来 要让大家特别的能够来注意 资料安全这件事情 那当然勒索软体的部分 我想大家已经都听了非常多 这勒索软体就是跟赎金啊 资料复原啊 当然它还有一个很大的 一个带给企业的 算是一个提点就是说 当发生勒索软体攻击的时候 或许就代表着 我们内部的有一些 防护架构是没有做好 没有落实的 那所以如果说今天在参加议程的一些单位 你可能已经真的有遇到了小型 或是中型的游索软体攻击 那或许各位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机会 可以好好的参考一下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方法 心法来强化自身的防护能量 那避免我们未来再遇到类似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 资料安全其实已经是 企业在企业营运 商户营运上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议题 那也是我们希望大家在近期 甚至未来在讨论资讯安全的时候 能够特别把它列入进来考量 好 那当然讲到资料安全的议题 我们一定要带一下就是 这到底跟 除了刚刚讲到了勒索攻击等等以外 大家一定很好奇说 那最常会对资料安全造成损害或是影响 大概都是从哪些面向产生的呢 那根据Verizon的DBIR的2021年的report里面指出 其实前三大里面 分别属于社交工程 针对网页的攻击 以及系统入侵攻击 那出此之外呢 还有像是 我们刚刚一开始有提到 过去景点看到案例就是 比如说针对系统主态设定没有设定好 暴露在internet上面 或者是全线的设计上面没有设计好 造成可能 非预期的人员也可以存取 那这都是在排名前五名上面 那除了国际的报告以外呢 其实根据我们自己的观察 我们发现说 其实 根据我们去年2020年的滲透设施统计 我们针对了150个左右的企业 然后大概是600多个系统里面呢 我们总共发现了3600个高度风险的资安弱点 那当然有一些资安弱点 可能没有办法 非常直接的对企业造成影响 可是他可能也会对企业带来一些 就是一些资安上面的 对客 比如说像是XS这样子 对客户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观感 那但是呢 在这些资安风险里面 我们发现说 其实有蛮多的机会是 他给客 给派客一个非常好的入侵管道 因为现在的企业 基本上 在联网的状况下 有很多网页的服务 暴露在Internet上面 那在没有防御好的状况下 其实就给了 駭客一个最好的管道 可以侵入这些企业 那除了已知的网页服务以外呢 我们也发现 在检测的过程中 有一些企业可能连承办自己 都不是很清楚 但是他却连在网路上面 而且可以被外部触缝到的资产 那这些也是对企业带来的一个资安的破口跟风险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其实在最近 在FB Facebook上面的雷神讲堂这个社群里面 我们也看到有网友在分享 像是针对消费客户 骇客也开始用一些钓鱼的攻击 那大家在图上看到 这个Costco的案例 其实是在最近一个礼拜发生的 那这个事件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有网友发现在网路上有 在Google搜寻好事多的时候 可以看到一则广告 但是仔细一看这个广告 红圈圈起来的一方面发现说 它的网址跟我们知道Costco的 那个网址是不太一样的 那这个网址呢 点进去会 那些网友就发现说 这网页长得好像 原本好事多的网站 那它的登录功能呢 也都可以运作 可是登录以后呢 这个网页就会提醒 登录的人说 你要更新你的支付方法 那更新支付方法呢 这我们实际一看呢 就发现说 这其实就是一个想要诈骗 就是使用者资料 那对于 这个是对于消费客户来讲 对于企业客户来讲 我们其实也看到非常多的攻击 比如说社交工程 刚刚讲到的排名前三的社交工程 还有就是 针对企业的邮件变连攻击 或者是钓鱼攻击 这都是不可不慎 而且是跟资料安全 最有相关的攻击活动 好 那我讲了这么多资安的议题 我们要怎么面对资料安全呢 呃 这边呢 我们想要引用 就是NIST的 Cyber Security Framework 里面的五大方选 其中的 Identify 跟Protect 来跟大家分享 那大家可能想说 是不是另外三个就不重要呢 其实不是 而是我们发现说 在过去的实陆里面 光是要把 Identify 跟Protect做好 就已经非常难了 那我们今天 会特别针对这两点 来提供一些资讯 跟大家分享 那同时呢 大家也不用担心 我们还是有提供了 其他的资讯 可以让大家作为 其他三个Function的参考 那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句就是 资安进步的工作做得好 我相信除了老板晚上睡觉没烦恼以外 IT跟资安人员晚上也可以睡得比较好一点 好 那在进到后面的建议之前呢 想先引用一下所谓的CIA铁三角 跟大家做一个简单提问 大家可以自己想一想 如果今天我在建构我的资安防护机制里面 我在CIA这三角里面呢 我只能选一个防护的话 大家会先选哪一个呢 是先选资料的完整性 还是先选资料的机敏性 还是先选资料的可用性 那这个其实没有一定的答案 而且说实在的 我相信大家一定回说 这三个我全都想要 因为一个 没有一个是可以 就是任何一个都是不可或缺的 那我想 其实刚刚讲到很多资安的议题 都是围绕在这三环里面 然后其中又针对了可用性跟机敏性 还有不好意思说错了 应该是针对完整性还有机敏性 它是带来非常大的挑战 好 那先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们在近期看到一个蛮好的资料 也是我们认为可以提供给 就是我们今天有与会的朋友们 一个参考的准则或标的 就是NIST的 它是NCCOE的Data Security 那这个Project呢 是NIST下面的一个 他们的团队跟 业界的这些资安的厂商 还有一些单位里面去共同构思 去定义出来的 算是可以给美国的这些政府单位 或者是企业 或者是国际企业作为参考的 那主要是有针对Data Security提出来 那其中以Data Security 又以CIA里面的Data Integrity 跟Data Confidentiality 这两个议题呢 就是有提出了 引用NIST Cybersecurity Framework的五大方选 那一一说明 而且里面提供了非常完整的架构规划 还有建议的解决方案 那当然解决方案非常多 大家可以在它的文件里面看到 但是这其实也是可以给大家一个 很好的机会来review一下说 我们自己在资料安全里面 大概跟国际之间的一些标准 我们大概做的大概有落差多少 哪些是我们可以优先去强化的 好 那这边呢 引用一下在Data Integrity 尤其是它的SV1800-25里面的一张架构图 那这里强调 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件事情 Identify 为什么要强调Identify呢 是因为在过去的实物经验里面 我们发现在很多单位 不管是企业、金融或公家单位 对于盘点这件事情 似乎都没有找到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其实这对于每一个 有面对资料安全需求的个体或企业来讲 都是非常大的挑战 因为呢 要如何找到数位边界盲点 那肯定要导入一些资讯系统 那过去呢 我们最常做的盘点大概就是 可能在十年前我们就会请各单位去 用一个Excel 然后把这些资产资讯 共同填报上来 但是呢 在现在这2021年 这个尤其是数位化、资讯化 因为疫情跨速在驱动状况下 这些流程 它可不可以根据当下的变动 去非常频繁的更新 非常及时的更新呢 就变成是企业在针对资料安全的 一个一大挑战 所以我们认为说 企业它首要之任务是 找出自己的数位边界盲点 那要做哪几件事情呢 我们认为它应该要做 所谓的资产的discovery 就资产的挖掘 那还 大家对应到图上的 红框就是所谓的inventory的部分 那我们认为说 除了发掘以后 你就可以针对你的资产的清单清测 做成一个inventory去做管理 那除了找到资产呢 其次你要做的就是varmability management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 当你的资产连接在网路上面 甚至是外部可以存取的时候 如果它有风险 它就会立刻变成是一个破口 所以找出这些关键的资产 找出企业的 应该说找出企业里面的这些数位资产 然后甚至是标记出 跟资料有关的关键资产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找出来以后呢 我们还要做什么事情 这件事情呢 应该是我们资料处理的流程 要定义下来 那流程 我们过去很常看到一个盲点 就是说企业会定义一个流程 但是这个流程呢 跟现实中的实际的资料处理过程 是有点稍微脱轨 甚至是大规模的脱轨的 那这会造成什么问题 就是说 我们有所谓的 可能是一个sob 或是一个标准的procedure在上面 但是实际上大家在执行的时候 我往往都没有照规范走 那没有照规范走呢 就会 呃 带来一些隐藏的风险 好 那 早说说一边界里面呢 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呃 非常有名的服务商 cloudfair的一个工具 叫做cloudfair的frame scan 那当然我相信 对于大型的企业来讲 肯定是有一些更完整的商用 商用解决方案可以导入 那但是呢 我想要借由cloudfair的例子 跟大家分享说 其实一般是cloudfair 这么大的公司 他们对于资产的挖掘 风险的管理是非常的重视 而且 他有特别写了一篇部落格 跟大家分享说 他只是 是借由一个MF跟Virability Script Discovery的Script 然后还有 呃 报告的管理机制呢 就能够帮助他可以 管理跟 营运整个这 全世界的这 这个这么大型的infra 能够针对这些资产的管理 还有弱点管理可以有效的掌控 那他们也分享了 在 导入这样的机制以后 他针对风险的控管跟掌握度 还有operation team 的人力消耗呢 其实都有获得有效的改善 那 这个是可以 大家可以 就是在会后 可以自己去把它 download 下来去试试看 那 为什么要提这个工具 是因为 其实我们是鼓励企业 应该要导入一些自动化的工具 或是系统化工具 来帮助大家做 资产的盘点 跟追踪 那 大家一定要记得是 资产不是只有盘点完就好 不是每季盘点就好 你的资产的inventory 资料 应该是无时无刻在更新的 那 再来是 呃 除了自己内部 对内部的扫描以外 要尽量获取更多的外部视野 那 像是呢 过去我们很常看到 有一些资产专家 或者是资产公司的原因 像是 shodan 或sensys 或是 Numai的 这些 搜寻 就是所谓的internet of fin 搜寻引擎的报告 那 企业呢 其实也可以把自己的这些internet的网段啊 IP资讯能够盘点清楚 然后透过这样子的平台 先做一下自我检查 看看自己暴露在internet上面的这些数位资产到底有哪些 好 那找到这些资产你才有可能知道你的资料在哪里 所以呢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刚刚的这张 刚刚的这张图 其实在list里面 它是有定义出一个data domain的概念 它可以把你的 不管是你的database 或者是你跟资料存取有关的VM 真的是你的一些跟企业 关键的服务营运的一些component 跟你的这些要存取资料库的clines 或者是applications 它有把它定义出一个完整的data domain 那 为什么要定义出一个完整的data domain 是因为 你唯有先界定出来你的boundary 就是你的边界 资料的边界在哪里 你才有办法有效的去导入你想导入的资产管控机制 你才有办法去做有效性的量测 那 除了第一步定义出这个data domain 或data rom以外呢 其实 我们刚刚讲到 资料处理的相关办法 一定要把它定义出来 而且 一定要是能够由 企业当前现在的资料处理过程中 去逐遍演化出成一个制度 或者是处理准则 那 这处理准则里面应该要包含什么呢 第一个 你的资料生命中期 理论上呢 你的资料 如果 已经不会再用到 它应该 适当的被 清理 或是归档 甚至是删除 那 资料的生命中期的管理呢 其实 往往也是 就是我们在实物里面发现 偶尔会发生的治安事件 就跟它有关 比如说 有一批资料是 里面是有个资的 然后 因为呢 这个服务已经下限了 但是呢 它的资安防护 随之取消以后 这台机器它还是连着网 那就造成说 骇客攻击进去以后 这些旧有的资料 跟客户有关资料 它还是外泄的 那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说资料生命中期的定义 跟 派除是非常重要 那再来是 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资料存取的管控 那 资料存取的管控呢 代表的是说 过去 我们可能 内部为了要一些测试 或者研发等等 可能就会把一些资料 导进来 那 导进来以后呢 可能只要 只做了一些很洋春的管控 甚至是没有管控 那 我们会鼓励企业理论上 你应该从网络的存取管控 作为第一道的管控机制 那第二个是说 你甚至要能够识别 是哪些application在存取 然后针对不同的application 应该界定不同的存取权限 来避免说 有未经授权的存取到 不该存取的资料 那 除此之外呢 你应该要把 所谓的资料保护政策 定义出来 因为你唯有把你的资料保护政策 定义出来 你才知道你想要保护什么 然后你应该面对什么 所以 像是一些资料引码的机制 资料备份复原的机制 理论上这都是一些 基本功应该要导入进来的 那当然这边要特别提醒一下 就是说 我们刚刚特别讲到 所谓的data domain 那我们想要引用是 在资料里面很常用到 一个叫木桶理论的概念 就是说 其实你的资料安全做得好不好 这一切都取决于你在 你的data domain 周遭的这些资讯系统 它的安全也要跟着做得好 如果这其中有一块没有做好呢 它可能就成为是一个破口 那会大幅的拖 拖累了你的整个 完成的资安防御能量 那再来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们订好了这些防御机制呢 是不是有定时的去演练跟量测 那演练是要 就是我们所谓的make it real 你应该要玩真的 就是比如说今天有不定期的 我的 我要从我的备份档里面 回复成一个正常服务 我要花多少时间 然后我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 我按照这SoP在操作过程中 是否是可以完成一个完整的服务 重建呢 还是说最后会失败 那这其实都是需要企业 平常不断的去Protting 不断的去练习去测试 那这样才有办法确保说 我们整个资料安全的保护机制 它是有效的被建立 好 那最后呢 我们还是想要重回 拉到CIA这部分 跟大家讲一下 真的CIA铁三角呢 各自我们看到的这些威胁 跟我们建议的解决方案 好 那我们首先呢 先针对机密性 Competentiality的保护来讲 那常见的威胁 跟解决制造有几个 像是駭客入侵 装置受害 那駭客入侵跟装置受害 这件事情呢 其实有边界的防护啊 那像是最常看到的 IPS跟WARF的防护机制 那端点部分可能会有 你的端点的防护软体 跟所谓的DLP Data League Prevention的 那个防护机制 那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 WARF这件事情 我们过去看到很多 企业的WARF建制呢 其实它只针对了 重要的网站的导入 那其他不重要的网站呢 它也没有上WARF 那大家就想象一下 我的一道城墙呢 我只可能应该要盖好 完整的一圈 可是我只盖了其中一圈 剩下呢 我都用简单的柵欄围起来就好 那对駭客来讲 他只要找到 你的防护能量最低的地方 他就可以侵入 那这也是我们过去 在资产事件的检视 或协助客户调查中 发现駭客最常利用 跟最常侵入的破口 就是因为我们建立了 我们认为 已经完整的防护方案 但是呢 其实它是破洞百出的 那为妥善设定而曝露于 网路上的这个议题呢 其实在这几年 尤其在云端化以后 我们已经很频繁地看到 尤其是因为 可能有一些企业的资讯单位 他刚上云端 他可能不熟悉云端的一些特性 比如说 现在云端有一些很便利的 比如说 Database Hosting 那或者是 Elasticsearch的 hosting等等的服务在上面 但是呢 设定的便利呢 可能也造就于 这些使用者 他没有露射了防火墙 或存取了管控 那就造成我们刚刚讲的 可能在网路上 就有这些资料 他直接曝录在 Internet上面 那我们自己 使用单位用得很开心 骇客发现以后 他也用得很开心 那进一步就是造成 资料外泄的事件 所以 资产的盘点 然后 设定档的管理 变更设定档的管理 这是很重要的 那 以及我们刚刚讲到的 资产的discovery里面 外道内的视野 应该要确切地把它建立起来 这件事情也特别跟大家分享 这一定要能够把它落实下来 那还有一部分就是内部威胁 这也是国外的 分享很常提到 就是说 其实针对内部员工 可能会异常造成这些外泄 比如说 之前有 特斯拉有分享说 有外部骇客跟他 跟他们的员工说 他愿意出资多少钱 希望他能够帮忙 窃取一些特定的机名文件 那这个 虽然说最后没有成功 可是这也凸显了 企业在做 针对外来的 供给的 防务的 当下呢 其实应该要小心 内部的这些 资料处理流程 资料的保护机制 有没有办法有效地抵御 所谓的内部insider的攻击 所以在这边就要很重要 就是要导入 所谓的存取行为的监控记录 还有像是 如果你觉得一些资料 非常重要 你可能也要适当地 导入DLP的方案 那 Integrity的保护呢 我们刚刚其实有讲到 像是 针对资料存取的轨迹 那这些轨迹呢 可以协助你 掌控知道说 是谁变更了什么资料 那另外一部就是 你也可以 藉由这样子的保护机制 可以找出说 到底在什么时候 受到破坏 你可以把它快速 有机会可以把它复原回来 然后 异常的存取 这些基本的存取管控 你应该要把它落实起来 那 软一体的故障机制呢 其实这个就牵涉到 企业对于 资料中心的架构设计规划 那 你 你应该找出你的 关键资料在哪里 然后你要设定好 量好的架构 然后 建立好完整的备份机制 那 针对ROSO软体的攻击 我想可能 就是过去已经有非常多案例 我们就不再特别琢磨 大家可以利用像是 端点的防御机制 像MDR 白名单保护等等 然后还有备份机制的建立 来协助达成 那 在Orability的部分 我们想要特别跟大家 highlight一个 就是 可能大家已经很常听到 但是 可能都没有 非常落实的非常完整 就是所谓的321 备份的入我 那 就是321的入我 所以我就是说 其实有两种版本 第一种叫做 你要有三份你的资料 然后 你的资料 应该分成两份 储存在不同的地方 或者是不同的 储存装置 然后 你应该要有一份 offside的copy 好 那 最后呢 跟大家总结一下就是 企业应该 对资料掌握程度应该 落实盘点识别跟分级 然后你针对 资料安全的需求 跟风险你应该要进行排序 来优先配置好你的资源 那大家可以参考 我们刚跟大家分享 NIST NCCOE的 文件 去针对你的Data Security 导入一些方法 来协助你设计 然后 你要做好准备 就是面对资料安全事件的 对应方案 那 这是今天简报最后一页 那 希望呢 我们再听完演讲一周 你会开始检视 你企业跟组织 资料的服务能量 尤其是针对资产 跟资料识别 你可以 重点去进行 然后你会去下载 跟阅读NIST NCCOE Data Security的参考资料 那在未来三个月内呢 你应该会完成全面的资产 跟资料盘点 然后规划跟建立你的资料处理流程 把你的资料中心给定义出来 然后针对你的Data Domain呢 去评估你的防护机制 是否完善 并制定对应的优化方案 那最后呢 在半年内 你应该正在进行甚至完成 就是针对资料的防护机制 像是WARF Network Protection X-Control Log Monitor 与红队演练 然后你应该要制定跟完成 针对资料安全的相关应变方案 像是说如何处理资料外泄的通报 对应的SOP 与应变团队 然后如何处理LOSO软体的攻击 有没有合适的资案监测 防护于应变机制 你都应该把它落实下来 那最后谢谢大家 能够参加我们今天的 这个线上的交流媒合会 还有大家来聆听我们的Session 谢谢大家 也希望大家在资料安全里面 都能够每天晚上睡得好 不遭遇这些资案攻击 谢谢 非常谢谢中华资案国际陈鞋里 还有邱富里 非常仔细又精彩的说明 好我们在论坛 剩下最后一个Session 那在结束前到时候 会秀出一个QR Code 也麻烦请线上的所有来宾 所有与会者 一起帮我们填写这次的问卷 我们填写完的前150份的有效问卷 将可以获得7-11 50元的虚拟商品卡的参加里 那最后一个Session的部分 在资安威胁面向多元的部分 从勒索威胁的防御 到资料这个安全的保护 作为企业 作为产业 我们究竟该如何着手 规划完整的自然防御蓝图 这是今日与时俱进的潮课题 资安威胁日日都在进化 现在所谓零信任的时代 传统的资安防御思维更需要进化 还有升级 论坛的最后一个议题 我们邀请到的是 奥义智慧科技林明伟资深产品经理 要与我们来谈谈产业资安部署 欢迎林经理 大家下午好 我是奥义智慧的产品经理 我叫Jason 首先这是我的整个经历 我是奥义智慧的产品经理 多年来一直在从事 APT的攻击研究 以及駭客威胁入侵 跟新的资安威胁的一些发掘 也多年来从事 进行一些资安事件调查 资安事件调查的范围里面 溯及到各个不同的产业跟领域 在这段过程当中其实有领悟到说 其实在各个不同产业发生 跟面对的资安问题跟威胁 其实是不尽相同的 在这个里面 实际上在进行一些 资安防御策略的规划来讲的话 可能会依据产业 跟依据你公司的一些属性 它其实不完全是一样的 所以并没有一个最佳的实际的导入方案 可以去适用于每一个产业跟每一个公司 那接下来这个talk可以帮助大家的地方是 可能在接下来你可能 已经有一些基本的资安防御部署 跟架构跟规划的面向 那你可以透过这个talk里面 去了解说 该用什么方法论的方式 可以找出属于你自己单位内部部 部署的一个最佳的防御方式 就像在前面说的一样 任何一个单位发生的资安事件 其实以及你的资安规划 并不适合是直接可以套用到 其他的单位方面 那你应该怎么用这个方法论来去找到 属于你单位内部最佳的一个资安防御策略 就是这个接下来talk可以去帮助到大家的地方 首先再讲到这个agenda的部分 我们会先去从威胁的部分来去进行说明 单位内部目前最常发生到的资安事件的威胁 应该是有哪一些 那这些威胁里面 我会透过一些迷失的方式 来让大家知道一下 原本你认知的一些事情 它可能有一些偏误的地方 那这些地方应该是 你要能够去挖掘出来之后 可以去避免踩到这些坑 那接下来可以透过这些 了解这些问题之后 你可以透过CDM的框架 来去快速去在你单位内部 来去衡量跟评估你的资安投资 那以及 单位内部如果有在 评估性的一些资安防御策略的规划 也可以透过CDM的方式 来去衡量说你是否做到最佳的一个投资 那后续就是一个 AI防御中场布局的一个说明 那在企业人员面临到的一个问题 其实在找到 在说明资安策略之前 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威胁的部分 那威胁的部分 就在前面讲的 资安从业人员 他会有一些迷失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目前所有的人 因为资安及国安的一个概念 逐渐去衍生出来 以及资讯化逐渐普及的情况之下 所以接下来很多资安事件 都往往会上新闻或上报的方式 让大家去知道 所以我们往往会 从新闻上面来去知道说 目前单位内部 遭遇到的资安事件 跟资安威胁 有哪一些的攻击威胁 在发生当中 那所以资安从业人员 其实透过这些广道 知道有最新的一些威胁 跟事件发生的时候 那我们要想一下 这些威胁跟事件发生的时候 都会在我单位内部去发生吗 这是接下来 然后针对一个目标的对象 进行长时间的入侵跟渗透 那以窃取机敏资讯 跟一些原司码 机敏资料为主 那这些攻击来讲的话 你可以想象一下 它的威胁造成一些危害的等级 是极高的 但这样的威胁 在你单位内部一定会发生 你可能要想一下 那下一个问题来讲的话 其实是最近这两年最夯的 就是勒索软体事件 勒索软体事件里面 另外一方面会红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证交所其实有去公布 所有上市柜的公司 当发生资安事件的攻击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公告的一个义务 他还去进行这样一个说明 所以画面上面看到的话 是这些上市柜公司 被勒索软体攻击的时候 发生的一些现象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资安攻击事件 但你也可以想一下 这个东西在你单位内部会发生吗 那下面来讲的话 因为攻击实在是太多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不管是apt的攻击 Eternal Blue的攻击 勒索软体的攻击 挖矿的一些事件 然后exploit的一些攻击 这些事件来讲的话 就我以前的经验来讲 任何一个攻击 并不会在每一个产业都发生 比如说像证券行业最常发生的DDoS攻击 或是像游戏业者最常发生的DDoS攻击 游戏业者除了DDoS之外 就不会发生过apt的事件 其实也不尽然 所以说你要知道说自己单位内部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必须要去了解 你单位内部的属性 跟提供的一些服务的内容 然后之后再去衍生来讲的话 你去知道说这些威胁 到底会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那在资安从业人员 其实遇到了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迷失就是看到眼前的问题 觉得这个是一个事件 那我应该来着手针的这个问题 去想解决的配套方案 然后去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其实像刚才前面讲的 勒索软体的事件 大家一直以来都会去发生跟看到 因为是会逐渐的上新闻 甚至证交所有去要求 所有上司科公司要必须 公布像这样的一个事件调查 跟一个公布事件的一些发生 所以很多人来讲的话 如果你在单位内部 没有发生治安事件的时候 你可能是透过这些 舆论压力或是这些 语情的一些关系之后 然后你去进行一些设想 从别人发生的事件 来去想象一下自己单位内部 会不会发生类似的问题 那所以你会开始去评估 跟去想象说 当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要怎么因应 怎么去解决 那在状况来讲 会发生说 当你发生勒索软体事件的时候 你是否就会想说 那我现在要找东西 应该是针对勒索的 做一个防止勒索的一个方式 其实在发生事情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想象成另外一个问题 有时候在发生事情的时候 你应该把自己抽离这个问题 然后从更高的角度来去看 这个威胁在你单位内部 是否会去发生 或是解决这个事件 是否就是真的 从这个角度切入 就可以做到有效的解决 我就一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 你现在有一个工厂 他在进行一些流水线的一些作业 那他有分A B C D 四个阶段 那其中在B跟C阶段的时候 常发生员工在进行转换的时候 会有滑倒的问题 那滑倒问题的时候 其实主管进来的时候 他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觉得 B跟C阶段常常发生滑倒 那这时候我要解决方式 其实就是在 B跟C的转换阶段 我用一个立牌 然后提醒员工 在进行这个B跟C的工作转换的时候 要注意会滑倒 地面很滑 会滑倒一个问题 那当他立了这个立牌的时候 看起来是针对这个问题 提供的一个解决方式 可是实际上并没有造成 并没有打到员工 因此不会去进行滑 发生滑倒的一个状况 所以实际上 员工在走这条路的时候 还是会滑倒 那这时候 整个主管接官 他不知道这个问题 到底发生在哪边 所以就找了一个外部顾问进来 外部顾问进来的时候 他其实从一个 整个全面性的方式来去检视 这个作业流程 他发生了一个问题 那这时候会发生了一些状况 原来 ABCD阶段里面 B跟C阶段 他有一个重要的地方 就是每一个阶段的转换 他都会有一个实现上面的一个压力 所以造成 B跟C的转换的时候 因为时间上太赶 所以造成每个员工 他为了要赶上这个实现 他变成 加快他的一个速度 所以因为他的速度 加快的情况之下 造成了滑倒 所以其实 解决这个 流水线B跟C中间 滑倒的问题的重点 应该不在于是立个立牌 告诉你走路的时候 要小心不要滑倒 实际上应该是要 调整整个动线 然后之后 针对这个动线 你可能去 拉大它的一些 实现上面的一些压力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员工他就会在 这个正常的作业流程里面 不会再发生滑倒的一个问题 所以 从这个状况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勒索软体 其实一直以来发生的状况 其实勒索软体 它大概会有两个状况 一个是 乱枪打鸟式的一个 当台的勒索事件 那另外一个是 人为发动的大规模勒索事件 那人为发动的一个 大规模勒索事件 其次就是 刚才前面讲的 很多上市贵公司 发生事件的时候 他最常会去 就是透过人为的 大规模勒索事件 造成他们单位内部 被大规模勒索 那这个状况来讲的话 如果你的解决方案 给你的防御方式 其实变成是网 我装了我这个软体之后 我就可以去避免 我单位内部的 端田电脑 在勒索软体触动的时候 它不会发生 勒索事件 那这其实整个方式 其实是调查错误的 因为真的 整个大规模勒索事件的时候 它其实 主要攻击的 并不适当的电脑 不会被加密 我可以看到 后面的整个 攻击流程图 会更明确去知道 整个APT攻击 整个大规模勒索事件 进来的时候 它其实使用的方式 是先透过APT的手法 攻击进来 那攻击进来的时候 它会开始进行 一些人为的操作 这人为操作 不过是透过这些 入侵跟渗透的手法 以及一些工具的使用 然后甚至一些 就地取材的一些 攻击手法 它可能使用原本的 这个系统里面的 一些组织的元件 去进行一些勒索事件 去进行一些提权 然后就取得 单位内部的机敏资料 然后之后 外泄到外面去之后 然后再取得一些 高权限的 那个高权限的帐号 以及一些AD的管控权限 或派送系统的权限 之后进行一个 大规模的一个勒索事件 那勒索完了之后 瘫痪你的系统之后 开始发出勒索信 然后告诉你说 你的电脑里面的资料 如果想要还原回来的话 那最好是进行一些 资料备份 资料还原 跟一些附属金的一些行为 所以这时候 才会有一个勒索的行为 去出现 那最后面 如果你再不愿意 去附这些属金的时候 它用像枝解式的方式 逐渐去公布你 被它窃取出去的资料 在暗网上面 那这些资料来讲的话 现阶段 就我们以前的 今天看起来 很多发动这种攻击的组织 大概都是以俄罗斯 或是以一些 非中文语系的国家为主 所以有时候 他们窃取出去的资料 对华人世界来讲 不见得有这么 严重的敏感性 因为他其实看不懂华文 可是其实这样子 这样子的攻击手法 在逐渐演变的过程当中 有可能会让 具有看得懂中文的 一些骇客也加入 那到时候 他未来发动这种 泄密的一些重要性 有可能会逐渐超越 我们现在目前 发生的一些状况 所以以这个状况来讲的话 整个勒索事件发现的时候 其实你要找的解决方案 不该是去避免你的 你的端点电脑 不会被勒索软体 去触发跟感染成功 其实应该解决方式 是从最前面的 APT攻击的阶段的时候 就可以有效的挖掘 跟找出像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找到像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你要从前面的APT攻击 就进行有效的抑制 这才是针对整个大规模 人为发动的勒索事件 最佳的一个解决方案 所以说其实在 选择治安产品的过程当中 你要挖掘的 跟你要看的东西 并不是表面上面 看到的一个现象 因为当发生 治安事件的时候 爆发出来 只是说这台 这个单位 他被进行大规模的勒索 那你找的方式的时候 如果不了解他整个 入侵的原貌 跟他怎么去进来的 一个方式的时候 最后你只找一个 防勒索方案 实际上是并没有办法 去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骇客进来 取得最高权限之后 他甚至可以把你买的 这个防勒索软体给关闭掉 然后之后再有效 去派送他的勒索软体 所以整个的问题的症结点 应该是从前面的 APT攻击的阶段 就进行有效的一些 防御跟部署 那这也是 所有在进行一些 资安投资跟规划的时候 在见数不见领的情况之下 往往会造成一些 错误的投资 或是买错 部署做 部署的错误的一个方向 那下一个迷思里面来讲 我们来看一下 当资安产品买越多的时候 问题为什么还是存在 很多人都想说 我买的这些资安产品 理论上买下去之后 是否这些问题 就已经从我的环境里面 或是我单位里面去消失掉 这其实又演变到一个东西 就是你本身是否具备 有去戳破各个厂商 画素的一个 包装的一个能力 就以前来讲的话 我们才看到就是说 APT攻击里面来讲的话 他整个骇客入侵之后 他在做任何的危害之前 他其实最主要都是能够去提权 那提权的时候 其实就是需要 造成提权的时候 那主要就是 我若要避免 避免我的恶意城市 在我环境里面去造成 大规模的勒索 造成大规模的攻击事件的时候 其实骇客没有这个权限 他其实没办法造成 太大的一个危害 所以我只要导入 特权管理软体 那就不会去造成整个问题 在我的环境里面去做发生 那再就是APT攻击的窃密来讲的话 他其实都是以 机敏的资料为主 那这样我只要导入DLP的设备 即使被攻击进来 那骇客也是没办法 把我单位内部的机敏资料 给窃取走 像这两个问题 其实都是 都是一个迷失 其实大家可以想一下 当你如果被一些 一些业务的一些说法 给导音走之后 有可能会造成你单位内部 买了很多重复的投资 甚至说你买了这些投资资源的时候 并没有办法真的针对你像这样的问题 去达到最有效的一个效益 因为像类似我刚才前面讲的 特权管理软体跟DLP设备 在进行事件调查的过程当中 其实都有很明确去看到 确实一开始是希望能够透露 导入特权 那骇客没办法取得高权限 之后他们也在单位内部造成危害 但是我们有看到 不少的特权软体 其实就是防御的破口 所以骇客其实进来的时候 先把特权软体给处理掉之后 所以基本上你后面的权限问题 对骇客来讲完全不是任何的一个问题 特权它是帐号管理上面的一个工具 但它并不是防止 防止骇客入侵之后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标准 所以说各个这些 厂商的一些 画素的一些包装 其实都你也没有一个 没有办法去做一个 有效的一个了解 之后来去避免 单位内部去陷入一些 不正常的一些 错误的一些采购 或是重复的采购的一些问题 那再回到这个 我们在讲完以上的迷思之后 开始来去想一下 针对整个资安防御策略的规划 跟规划面 应该用什么方式 来去做到最有效的 投资跟应变规划 在讲之前 我们可以想一下 就是管理学支付 彼得杜拉克他曾经讲过 你没办法去管理 你无法衡量的事物 所以你在管理这些之前 而且你必须要能够去知道 了解 能够量测 你单位内部 所有的一些资讯设备 跟你的资安 资安流程规划 跟你单位内部的一些 组织运作流程 但这些东西 你都能够有效的去衡量 跟了解之后 你才可以做到最有效的 一些管理跟投资 就像刚才前面说的一样 我在做各个产业的资安事件 调查的时候 其实我发现过一件事情 在游戏产业 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在政府机关 不见得会去发生 那在政府机关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在金融单位内部 不见得会去出现 所以说你在进行一个 各个产业的 各个公司单位内部的 资安策略的一些 规划跟拟定的时候 你其实必须要很了解 你单位内部 目前的提供的服务是什么 你的资讯设备 有哪些东西 你的人员的数值的状况 那也跟你的一些 预算的一些投资 跟你的防御的一些面向 但这些东西 得到一些有效的 理清跟了解之后 你才可以制定最佳 最有效的一个 防御策略的一个拟定 那我先回到整个 资安战场来 来去做一个收敛 第一个 左上方的话 其实就是目前 骇客攻击的一些手法 那就像刚才前面的 讲的威胁的部分 其实有各个不同的威胁 你可以去衡量一下 这些威胁在单位内部 是否一定会去出现 那右方的话 其实右上方的话 就是整个 产品的规划面的部分 这规划面的部分的话 包含你单位内部 既有的资安防御设备 跟你的资安产品的定位 那以及单位内部的一些 部署跟网段的一些切换 那以及我们一些 资安服务的能量 那都可以透这个 产品部分去呈现出来 那下方的话 其实就是整个单位内部 一个框架 人员的一些能力 那以及一些流程 作业流程的一些部分 那当这三个东西 其实是做到一个 有效的结合 左上方的话 其实就是攻击的面向 右上方的话 就是防御面向 那下面就是人员的 一些框架面向 那这三个地方里面 其实都有三个 不同的工具 可以在协助你去 进行到一个衡量 第一个包括像是 MITO的一些工具 可以以攻击的面向 来去呈现 那右上方的话 其实就是 产品的面向的话 你可以特别去看到CDM的部分 CDM它的一个 矩阵图的架构 你可以把你当外部 采购的资安防御策略 防御的产品 去把它放进去 这个各个框架里面 放进去各个框架里面 你可以知道说 你目前买的这些产品 还有哪一些是缺漏的 那在针对这些缺漏的部分 你可以找 红队的攻击手法 进来来去看看 这些攻击的手法 在你的既有的 资安产品的面向里面 是否能够达到 这样的一个侦测 那当发生侦测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去做 应变跟通知 就在下面这个框架 整个协作流程里面 来去看 那这个商量出来的话 你才特别说一下 MITO的话 其实是最近 比较红的一个 攻击手法 那这个部分的话 你单位内部有一个 有两个方式 可以去重现一下 MITO的一个攻击手法 因为MITO的网站上面 其实是都有这些 Open Source的工具 那如果你有去研究的话 其实可以透过 MITO上面的一些 Open Source的工具 来去进行这样的 模拟的攻击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 去执行的话 你也可以采购像 红队演练的一些 攻击手法 那红队演练的 这种攻击服务的话 你就可以跟 红队演练的厂商 来去谈 目前我想要测试 什么样子的手法 在我的既有的 防御架构里面 能不能去完成 像这样的一个服务 那再来的话就是 资安产品的选购部分 我们就回到 琳琳满目的资安产品 你应该怎么去选购 每一个业务来讲 它一定都会希望 把自己的产品 提供到一个 销售经营的地方去 那你要有一个 有一个了解 对产品有一些 基本的了解 跟你目前遭遇到的威胁 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你才可以知道 怎么去选购这些 有效的资安产品 那在针对资安产品 我们的那个 选购方式 你可以透过像我刚才前面讲的 CDN的方式 CDN它其实是 AVASP Top 10的一个 Project 那这Project里面 它是透过一个 5x5的一个矩阵图 然后以一个 NIST的一个 Cyber Framework Cyber Security Framework 的一个框架 来去盘点出来 那盘点出来 里面它希望能够 针对这个矩阵 让每一个资安从业人员 更了解你自己 当外内部采购的 资安设备的一个定位 然后实际是 这个最好的一个方式 那以整个 NIST Cyber Security Framework 的一个框架 它大概分成五个阶段 一个是 Identify 然后Protect Detect Response 跟Recover 这几个阶段 那这个其实大概是 资安从业人员 他其实在进行 每一天工作的时候 要去进行的一个项目 好那 下面来讲的话 它有一个纵轴 就是一个资产的概念 来去呈现出来 除了上面 你的工作流程之外 那下面就是资安人员 他要去防守的一个疆界 那疆界来讲的话 包含你所有的一些设备 那你的application 应用层 那以及一些网路层 Network 那以及Data 你知道守护的一些资料 那在你单位内部的一些人员 那把这两个exo跟纵轴 你可以做的一个矩阵 来去呈现出来的时候 你可以去知道说 单位内部 以这个整个资产防御框架 大概分成这五个阶段 一个是盘点阶段 防堵阶段 侦测阶段 回应阶段 跟复远阶段 各个阶段里面 它从事的一些工作跟属性 其实不见得是不同的 那在针对下面的一个框架 矩阵图里面 它下面有一个图表 就是一个technology 然后跟右边的people technology是讲说 在前面的地方的时候 其实自动化工具介入的人 越多 介入的情况越多的时候 是在前面的阶段 那后面的people是指说 在这个阶段 其实是没办法 透过自动化工具 来去延后出来 其实它需要人 投入的一些服务跟能量 比较多的阶段 它其实就是以下面的people 来去呈现 所以其实在detect response跟recover 因为后面 其实是没办法 透过自动化来去完成 甚至像EDR的产品 都需要透过人 来去进行衡量跟辨识 来去完成 那下面的话 其实就各阶段就是 每一个单位内部 在进行你单位内部的一些 作业的时候的 基本的process 它的工作流程 那我们在讲 事前跟事中事后 大概在CDN上面 怎么去分 其实很明确来讲的话 就是在 你在单位内部 进行有效的辨识 辨识你所有的 资讯设备 应用程式 网络程的一些资料 那你的一些data 你产生的人 产生的一些资料 以及人员的一些能力 当你辨识出来之后 你才可以再 根据你各个环节 去做到最有效的一些 资安投资跟部署阶段 好像我刚才前面讲 比如说 你现在是一个 一个币圈 如果币圈里面来讲的话 其实你很大的东西 大概都是在你的 这个交易所上面的一些资料 那以及交易所上面的一些 运作方式 所以币圈上面的一些资安投资 当你要做到有效的辨识 跟你的资安的一些规划之后 你才可以去做到 最佳的一个部署阶段 那在 针对政府机关来讲的话 其实要去河南政府机关 防御的边界 所有的一些从业人员 那一些电脑的一些资料 的一些部署 所以这时候 政府机关的人去盘点 你所有的资安设备 你的资安防御计划之后 你才可以去做到最有效的一些部署 那这些东西来讲的话 其实就是当你部署完之后 你有没有额外的一个机制 来去进行后端的侦测跟回应 当駭客攻击 是突破你的部署范围的时候 你有没有其他的设备 或是其他的一些防御机制 可以协助你去进行 这样的一个 侦测跟告警的现象 那告警完之后 你就是当 当如果这个事情 都已经处理完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回馈的地方 比如说你的资料 已经被损毁之后 有没有一些还原的 一些备原方式 所以说以整个 防务阶段来讲的话 事前是在前面的辨识 跟防御阶段 那事后 事中跟事后 是以侦测回应 然后跟你最后面 要进行一些 重贯还原的一些步骤 就是在事后的阶段来去做 那在整个资案来讲的话 并不是零或一的一个概念 而是一个逐渐 逐渐衍生 那个强化的一个过程当中 那所以我们在整个 资案防御的规划里面来讲的话 以前来讲 花了太多的地方 是在前面的侦测 跟防御的阶段 那到后面的一个 后面的一个 事案事件的一个 那个侦测跟回应的部分 相较之下是比较少的一个投资 那有这个CDM的一个策略之后 我们可以试着去把你 单位内部已经买的一些 资案防御设备或策略 把它贴进去里面 那进去里面的时候 你就可以发现说 整个防御的规划 放进来之后 你就可以去知道说 你单位内部 到底有买了哪些设备 这些设备 它摆放的位置 在这个地方是环节是正确的 那当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 它是能够发挥它 最主要的一个功效 那比如说 像以Data来讲的话 你去做完一些 有效的一些资料的盘点 然后进行一些加密跟保护 可是如果像APP攻击 然后大规模勒索的时候 它把你的资料放到暗网 你要侦测到你的资料 被偷出去的时候 其实往往是要到 暗网的地方进行勤收 才可以知道说 你的资料有没有被拿去暗网上面 去进行一些销售 那这个资料来讲的话就是说 你有没有买到类似当一个服务 跟一个Solution的方式 来去协助你去做到 这个有效的一个 偵测跟回应的一个面向 那目前来讲的话 其实大部分的 所有的资料设备 都是做到前面的 Identify跟Protect的阶段 那在Detect跟Response 其实是一个 墜落的一个环节 那在这个环节里面呢 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像一个社交工程信件 它攻击进来的时候 那这时候你的单位内部 确实发生了这个问题 那发生这个社交工程信件进来 所以表示说 你的人员的意识上面 它可能 在教育信念的时候 没有达到一个 最佳的一个成效 所以以至于它点开了这个信件 那这个信件进来的时候 其实你还有一个阶段 可以去避免这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的扫毒软体 它的能力够强的话 它可以去侦测到上个事件 可是 如果这是一个 透过弱点来去进行的攻击 有可能像扫毒软体 也不见得能够去辨识 像这样一个状况 然后之后造成勒索软体 去把你的资料给 大规模的勒索跟加密之后 那造成人家威胁 在你单位内部 确实去发生出来 所以你可以透过CDN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矩阵图 然后以及各个不同的攻击事件 来去试着去 在你的环境里面去 知道说 你目前既有的 你的资安防御策略跟投资 是否是正确 或是有效益的 那 同样的这状况的话 你也是可以去找 红队演练的厂商 来去进行像这样的 投资跟了解 那这个是CDN的一个 具体的一个应用 那在应用面线 应用面向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说 透过CDN 你可以去知道说 你整个的投资跟规划的 效益 是否达到最佳的一个部分 然后甚至说 你也可以透过这些 CDN的方式 去了解你整个 内部的一些资安采购 跟资安策略的一些部署 然后甚至你可以从这些 过去事件的经验中 来去看一下 目前单位内部的 防御面向 是否有一些 比较弱的地方 那需要再进行一些补强 那甚至说 你也可以去评估一下 当真的发生 这些资安事件的时候 你单位内部的一些设备 是否能够去 面对像这样的一个冲击 然后甚至可以去调整 你未来的一个 资安部署的一个 布局的规划 那CDN来讲的话 它其实有提供 很多不同的一个面向 来去使用 你可以把你 所有买的一些资安设备 以及你 你去做了一些资安投资 在这个 矩阵图表里面 去呈现出来 那你可以去知道说 在各个面向 你的投资资源的 资安预算的 投资的一些比例 那跟 当发生事件的时候 它能够达到一些 成效跟效益 到底是到什么样子 一个程度 那最后面整个 部署 我们AI的一个 协同的部分的话 奥一智慧来讲的话 我们是可以 透过AI的方式 进行自动化的 一个监控跟协助 然后来去协助 你去进行这样有效的 资安预算的投资 那我们来讲的话 是从端点闸道 跟勤资的部分 都可以做到有效的 一个第一时间的 一个偵测跟回应的部分 包括像第一阶段的 一个见诊的方式 然后甚至透过一个 暗网勤资的一个回报 来去知道说你的资料内部 是否有被駭客入侵 把这些资料 窃取在暗网上面 那我们也可以提供一个 长期的NDR的 服务的监控 甚至可以在网路层 去架设一个 勤资募集的一个设备 像Threadwall的部分 它可以去从网路的连线 透过勤资的面向 来去看到你的单位内部 是否遭受 像这样的一个威胁 在单位内部逐渐去发生 那我们有一个 CyberTotal的一个勤资平台 那这勤资平台 可以协助你去进行 一些勤资的观点 甚至预测 单位内部 是否有一些 潜在的威胁 在你的环境里面 正在蔓延跟发生当中 那透过这整个Solution里面 我们可以快速去切入到 整个CDN的环境架构里面 可以导致有效的部署 跟应变的一个方式 那这个Talk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接下来 听完之后 我们可以来想一下 接下来下一个礼拜 你可以做的事情 第一个是 你要先去检视 你单位内部整个环境的 整体运作架构 跟你的商业的一些流程 那了解你这些 运作架构跟商业流程之后 你才可以去做到 最有效的一些 了解你自己单位内部 哪一个地方比较缺 哪体质比较弱 或者说你的地方 它的哪一个business logic 比较重要 你应该去投入更多的一些部署 那了解跟盘点完之后 你接下来 就可以利用CDN的框架 跟你目前买的资丹设备 来去套用上去 套用完之后 你可以去思考说 你的资丹 你的环境里面 其实威胁应该是 哪一些东西比较多 那在比较多的情况之下 你又缺乏这些设备的时候 你应该进行有效的一些部署 那当部署完之后 你开始要进行一些兵推 可以去进行一些演练 你可以去试练看看说 你目前部署的一些 防御的一些兵架跟框架 再进行红队演练 或是拿一些其他的 我刚才讲的 Metal Attack上面的 一些Open Source的工具 来去进行攻击 针对你这些攻击 你的既有的防御设备 是否都能够做到有效的 因应跟调整 那这些东西 可以协助你去了解说 你目前的部署跟投资 是否是正确的 那同时间你是需要一些 资丹的薪资的 持续的一些收集 然后你才知道说 目前的整个威胁 跟整个资丹的攻击 应该是以什么太阳 来去发展的一些趋势 那后面来讲的话 其实如果大家在针对 整个CDN 有一些更进步 想了解的一些兴趣的话 其实都可以 跟我们公司来去进行联系 那我们可以协助你去 评估跟衡量 你单位内部的一个 整个治安策略的一些投入 跟规划来讲 是否有一些缺陷 或是可以再进行 更强的补足的部分 那以上是我今天的talk 谢谢 谢谢林经理 也谢谢今天论坛 所有参与的贵宾 分享了宝贵的知识 经验还有看法 那也希望透过本次活动的举办 可以让大家看到在线 所有通过能量登陆 与自主产品认定的 台湾资安厂商的能量 换起大家对于资安的重视 并且进而投入资安 那欢迎大家会后到2021数位 各个公司的介绍 包括影片 产品或者是服务说明等等 欢迎大家上网浏览哦 那也谢谢在萤幕前 与我们一同参与 今日论坛的所有与会者 在论坛结束前 麻烦各位协助填一下 本日交流媒合会论坛的问卷 您可以扫描荧幕上的QR Code 告诉我们您对于参与 本次论坛的意见或者是想法 或者也可以透过网址连结 直接线上填写表单 填写完成的前150份有效问卷 将可以获得7-1150元的 虚拟商品卡的参加礼 大会在收到您的问卷之后 会与会后统一的寄送给大家 请大家务必要将资料填写完整哦 那接下来我们将要进行 一对一线上的交流会 若您对于线上展示的厂商产品 或者是服务有兴趣 欢迎各位扫描交流会的QR Code 进行报名 大会这边在收到资料之后 会协助安排洽谈的时间 并且开立线上的会议连结 线上的这些24家所有的厂商 全部都是通过能量登录 以及自主产品认定的厂商 我们以企业数位转型 与智慧化过程中 会遇到的基本资安议题为主 总共分成五大主题 包括短点资安产品 网路资安产品 资安服务 云端资安产品 以及远距办公解决方案等五大主题 大会这边也准备了参加里要送给各位哦 只要您有预约并且完成有效的媒合商洽 前50名就可以获得7-1150元虚拟商品卡 而预约并且完成有效媒合商洽的公司 还可以有机会获得 Apple AirPods蓝牙耳机 总共有三个幸运名额 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有参加就有机会中奖 好的那2021数位应用周数位转型 资安共行线上交流媒合会 在这边就要告一段落了 再次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资安产业需要大家持续的投入与努力 让我们一同提升资安极战力 祝福疫情下大家都能平安顺利哦 后会有期期待再相见 大家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